北半球是冬天 但是冬天雪地 你會覺得玩雪仗好好玩 可是也要小心一件事情 因為冰天雪地當中 有些路面可是會奪人命的 而且冰天雪地 詭異的事情才多 立剛 你看一個男的 他現在的機車走在路上 但不知道為什麼 他怎麼樣 他就沒有辦法前進 而且你看 他的動作就是讓人家覺得 他是在做遊戲嗎 是抽搐嗎 他為什麼沒辦法前進 往前移才發現有機車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 他那個姿勢實在是滿吊詭的 可是 他就凌空滑步 而且感覺他遇到了問題 但前面那個機車 你有沒有看到 他連動都不敢動了 對 到底這兩個人 遭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這在日本 然後你看他最後 後來幾乎五體投地 乾脆整個就接地氣的方式 到底是怎樣 後來大家仔細研究 你看他踩的地方有什麼 白白的 冰 原來 那個是冰 你看五體投地了 就是剛剛立剛講的 你看天氣寒冷到 現在日本的北部 現在都零下5到8度 所以路面結冰以後 濕滑就會滑到 連人都沒有辦法行走 但是像影片當中 這個男的這麼樣的舉步維艱 那真的 你除了看出詭異的事情 還有在國外 一個女的 他連回家都回不了 因為走三步退一步 你看他現在走 晚上在腿壁滑了 整個等於擺走了 可是他家其實就在前面 可是他滑下去了 他家門口明明在這裡 這個家人在拍著他 是 他居然這段路走不上去 感覺他和他家門口之間 和他家人之間 有個結界一樣 你只要碰觸到那邊 你就會反彈 扶著車子應該有用吧 好 最後你看這怪了 他直接滑倒了 整個跪在地上起不來 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旁邊還有一袋東西 還擺在地上 他沒辦法拎那袋回家 是 好 那當然 立剛天氣冷到這樣子 不管是氣候出現了異變也好 還是人走在路上 都覺得很詭異之外 有時候在冰天雪地當中 你還會看到奇怪的東西 奇怪的東西 什麼東西 俄羅斯-18度C 這什麼東西 黑黑的 這好像是一個石頭 對 一坨在那邊 或者是一個垃圾袋對不對 石頭倒沒被雪給蓋掉 但是有一個司機他經過那邊 他的眼睛就跟鷹眼一樣厲害 怎麼說 他看到這個 他一看他就直覺 這不是石頭或垃圾袋 還趕快去救他 救他 難不成他是活的 立剛 他是一個黑色的小貓咪 貓咪怎麼會在冰天雪地當中 對 因為他結凍了 我們剛才講-18度C 他整個幾乎是結凍了 您說這隻貓在這兒凍僵了 是 結果這司機 趕快鷹眼般的 把他救起來之後 拿到貨車裡頭 吹暖器 然後還把他用烘焙 把他給烘乾等等 他才救回他一命 不過後來他還是必須要截肢 這麼嚴重 是 那沒有辦法 因為天氣你冷到你已經 東西生物都會瞬間結凍 你一時半秒 沒有辦法分別出他是誰 對不對 還好這個貓遇到幸運的人 他也很幸運的存活 如果再待下去 他就會動死了 石立剛 您是氣象專家 我真的要問了 這麼多一連串講下來的氣候 這些冰天雪地出現的詭異事情 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的今年到12月了 怎麼都沒有寒流 還沒到吧 台灣是還沒到 還沒到 你剛剛剩幾天 你剛剛的溫度就相對是偏低了 很多人就覺得 莫非今年一整年沒有寒流 去看一下紀錄 才發現怪了 從1951年到現在 已經66年了 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事情 但今年出現 然後有人就講 那是氣象預報有問題嗎 因為他覺得還是很冷 那怎麼說是沒有寒流 可是立剛我想氣象預報 也沒錯吧 的確還不到寒流等級 但卻覺得冷 還有一個怪異的事情 就是你說還有幾天 可是還有幾天 剩下不到五天 目前預測要過 頂多就是東北季風 或者是大陸冷氣團 還不到寒流等級 颱風 立剛你有沒有覺得颱風也怪 颱風秋台就算了 東台到現在還有跨年台 2018年可能1月份的 第一天就會迎接到颱風 可是你剛剛 你講到這樣子怪異 菲律賓打死也沒想到 怎麼說 他們現在前幾天的天平颱風 只是個青台 結果現在災難連結 還出現一個奇蹟 什麼奇蹟 一個女人叫Salin 她家住菲律賓南部漁村 結果暴風雨 把她家給沖毀了 她竟然家被沖毀 她抱著艦材 一飄從她家漁村 飄了900公里 飄了那麼遠 飄到外海去了 四天沒有這個消息 那完蛋了 後來被救回來 400公里 900公里外 奇蹟升環 詭異的天氣 還伴隨著奇蹟 地球真的是亂了套 我們看到 這地球上面來說 現在這個時候的北半球 高緯度真的是冰封一片了 但是在禁制到的地方 居然還有熱帶勞動 在發展當中 可是說到我們台灣 台灣也真的是怪異 你想想看 一個議政署長有多大的官 但你會發現到 原來我們台灣最大的官 居然是那議政署長 不過這個議政署長 他到了成功里 這麼的囂張狂妄 看來這個時候 內政部跟國防部之間的心結 可能就這樣起來了 是 立剛 林國妍縱容自己的駕駛 對哨兵怒罵 侮辱 然後一開始還都不願意道歉 對啊 照理來講做出這麼離譜的事情 他的直屬上 是內政部長總要管一下 是 你葉軍榮總要出來講個話 結果葉軍榮真的出來講話 好 怎麼說 他說我選擇相信署長 也就是說他支持他自己的部下 這有趣了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認為是那個哨兵不對了 這簡直莫名其妙 所以也就是說以後 國防部所有的營區 照理說內政部的官 都可以大搖大搬走進去了 以後中華民國的編制 是內政部下轄國防部 是這樣的意思嗎 我跟你講 他們拗到今天 終於他決定 怎麼了 我跟你講林國演了 帶著他的駕駛 還有當初那個替代一班 然後直接到這邊 跟哨排認錯了 他真的去 我看是因為我們龍卷棒 罵了才去的 因為社會壓力太大 他撐不住了 這已經第幾天了 所以只好心不甘情不願的去 但是我跟你講他還有彈書 什麼彈書 他說之後他會跟實軍團 跟104旅 加強彼此之間通少機制的研究 通少機制 這難不成就是說 我覺得有什麼好研究的 他的意思就是說 軍營管理的機制 有嚴重的問題 今天我是議政署長 我該放我進去 你居然沒放我進去嗎 對 所以只是社會壓力大 表面上認輸 實際上還是要求國防部 去修改他的通少機制 通少機制有什麼好修改 你進營區就是該做什麼動作 就是做什麼動作 本來就是標準神器 這就是為安的問題 我跟你講連他們的議政署 副署長都出來講話 他說其實大家不要搞那麼嚴肅 前線是前線 一般基地是一般基地 一般的單位是一般單位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分開來 這樣處事比較方便 還有這樣分開 那我們以前在部隊裡面 當兵演習 視同作戰 你現在這樣子玩法 拜託 不是把整個軍紀全搞爛 這是軍隊 不是跟你兒戲的地方 讓你這樣子搞亂七八糟 那以後軍隊拿來的軍紀 我跟你講議政署甚至 他們本來還提出一個 很荒謬的理由 他們提出了什麼理由 他說乾脆你們就開放一個掃口 以後我們議政署自己管就好了 還有開放掃口給議政署管 這太誇張了 你以為議政署是誰 那以後每個部隊裡面 都要開放一個專門的掃口 給議政署來責責 現在很多部隊都有替代衣 那以後所有的基地 都開一個小門 就專門讓替代衣前進出就好了 就讓這些其他國家 電論員進出 是這樣子嗎 那以後軍隊還有軍紀可言嗎 那我問你 如果行政院在軍隊裡面 有一些單位存在 那豈不是都要開個開一個口 我跟你講 陳公里現在裡頭還有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員工 是不是也另外開一個口 給他們進出 小七也要開個自己口 是不是要讓他們民間公司 自己管理好 是不是這樣子 那個七爺自己管那個門就好了 這簡直荒唐到一種極致 我問你 這樣子部隊的安全在哪裡 我跟你講 其實我跟你講人家古人 2000多年前的古人 人家是怎麼做這個事情 我跟你講當年周雅夫在西柳營的時候 結果漢文帝跑去繞軍 繞軍的時候 他想說我是天子 所以就叫他前行的官員 就直接跟他說天子駕到了 然後衛兵說抱歉 不好意思 在軍營中 我們只聽將軍的命令 不聽天子的號令 你有沒有看到皇帝到了 居然這些阿兵哥不聽 不過他沒辦法 天子就說好吧 你們就先去幫我通報一下 告訴周雅夫說我來了 他們就要進去 進去的時候 衛兵跟他講說抱歉 在軍營裡頭 將軍有令 不可以騎車 不管你是車還是馬 你不可以在那邊奔跑 你給我慢慢走 我管你什麼皇帝不管你 你皇帝問題我不遵守 將軍號令我被殺頭 又不是你 所以漢文帝也沒責 只好這樣慢慢慢慢 這樣走進去 然後甚至周雅夫本人見到 漢文帝的時候 你知道他怎樣 怎麼說 他說不好意思 現在在軍營 我身上穿著假裝 所以我只能尋經理 軍力一般大理就免了 你知道 直接跟皇帝這樣講 那漢文帝如果是靈國演的話 我看周雅夫就被幹掉了 對 沒錯 可是他被殺頭了 結果漢文帝人家是大喜說 這才叫曾將軍 你有沒有注意到 真正好的國家的皇帝 是這樣子在做的 本來就是你一個軍隊 如果任何軍紀都不顧 沒事就讓你義政署 自己開個門管理軍隊 那還得了這個基地 還成為一個基地嗎 軍隊的安全還顧得到嗎 實際上你以為成功 成功裡只是一般的基地嗎 成功裡 成功裡頭住了好幾個單位 不是新訓中心而已嗎 不只 我跟你講 還有104旅 302旅都在那邊 然後第五地區的 資源衛生彈藥庫 這裡面還有分支彈藥庫 你要知道 分支彈藥庫在這個地方 彈藥庫裡頭有這麼多的東西 那我請教你一下 如果今天我讓你義政署 在你頭開一個掃 掃口 你們義政署 就隨便這樣亂進 義政署你應該要開到後車門 他們的意見一大堆 對 沒錯 我跟你講 那這樣子 你隨便義政署的人 後車門可能塞一些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 那管如果說義政署的人 還帶著自己家人進去 是 那我跟你講 你們搞不好跟李倩蓉一樣 進去參觀 誰曉得 有可能 這絕對的可能 是 好 那進去之後 如果有一個人 他去在彈藥庫裡頭 坐著什麼手腳 他把彈藥庫炸了怎麼辦 或是他把彈藥庫投出來 在外面坐肩半殼怎麼辦 你有沒有注意到 彈藥庫就在這個地方 是 這麼危險的一個地方 可以隨便讓人這樣進出的嗎 可以讓你義政署去管的嗎 你義政署憑什麼來管這個東西 而且這裡面還有戰備除油槽 在成功里面 所以這根本開玩笑 我跟你講 那個戰備除油槽 那可不是開玩笑 你要知道嗎 早年在冷戰的時期的時候 成功里離清泉鋼很近 當時清泉鋼是美軍 在遠東最大的航空基地 你知道我們不但有停F1洞4 還有停B-52 當時可以停12加B-52 這是美軍在遠東 最大的反攻基地之一 B-52都停在那清泉鋼 所以當時成功里 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任務是什麼 提供B-52所需的 重要的航空燃油 所以就在那裡頭是有油庫的 你一個有油庫的地方 你讓人可以這樣隨意的進出 到時候如果發生一個大爆炸 那怎麼辦 誰要來扛這個責任 你鄰國也要來扛這個責任嗎 所以如果你不懂 就不要再鬧笑話 該認錯的時候就是要認錯 我們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們的公務員 為什麼現在官這麼大 看看官上面有兩個口嘴巴講出來話 完全不負責任 但是現在這時候 蔡大總統 你有沒有把你這些公務員管好 沒有 看看議政署長 囂張到這樣的地步 這個時候國防部長情何以堪 沒想到一個內政部 居然壓到了國防部上面 但是說到成功嶺這基地 林國也 你還以為他只是一個成功嶺 是個新訓中心 是個以前大專集訓中心 你以為就這麼簡單嗎 這麼大的一個營區裡面 有多少的秘密藏在其中 在老蔣時代 成功嶺這個地方可不簡單 美國最重要的訪問團 一來就進到那成功嶺了 我現在告訴你 成功嶺重不重要 成功嶺太重要了 當年成功嶺是老蔣 拿著羅盤自己看出來的 看得出來 他看兩個地方 一個地方是在哪邊 你知不知道 在哪裡 士林官邸 他用羅盤自己弄的 然後成功嶺他也是自己弄 羅盤看的 看了以後 他覺得成功嶺很好 成功嶺很好 本來要蓋行管跟軍團司令部 但是白紅亮他們勸他 你乾脆把這個地方 變成一個訓練基地 結果美軍顧問團 也說成功嶺很好 因為那個時候 衛星空照下來 根本看不到成功嶺 他上面全部都是樹木 所以他說這個地方很好 在三名當中 隱密性非常的高 對 然後每一次明德小組 他到了台灣 所謂明德小組 就是德籍軍事顧問團 他到了台灣 就選定成功嶺 當作什麼你知道 當什麼 對抗基地 所以也就是說成功嶺 還是一個重要的演訓基地了 除了演訓基地 大概議政署長 你不知道台灣第一代導彈的 是測試輕風飛彈等 這些都在成功嶺附近 也在成功嶺 就在清水那邊 有一個導彈測試場 還有一旦台灣發生戰爭 大渡山所有的艾山 攻山 等這些重要的防空武器 各位曉不曉得都要放在哪裏 都放在成功嶺 假如其他基地都被摧毀的話 就要放在成功嶺的後面 因為各位看這個是綠帶 這裡都是綠帶 對 所以議政署長 你這個頭腦給我清楚一點 你除了要道歉以外 你更重要的 你要向衛少勤務也要道歉 向全國人民也要道歉 我現在告訴各位 就是我們現在講 為什麼成功你的衛少勤務 他那麼嚴格 我剛剛已經講了很多武器 戴藥庫 在裡面 我跟你講 議政署長 你不要認為我們針對你 我們來看看這個老先生 這個老先生是誰 他叫朱元崇 然後他是國光作業計畫室的 召集人 國光 很大吧 他以後他要反攻大陸的話 他是反攻軍的前線指揮官 那可比你的議政署長要大得多 好了 到了最後 朱將軍他為什麼升不上去 就是天威部隊 我們昨天不是講的天威部隊 他講的 蔣介石講說 國光作業計畫室 既然這麼緊密的話 我們是不是要滲透一次 他叫天威部隊 你給我測試一下 居然叫天威部隊滲透 對 結果 因為重點在於說 如果天威部隊可以滲透 可能共產黨也可以滲透 所以他國光作業計畫室 他滲透不進去 可是他一個地方 讓他滲透成功了 什麼地方讓他滲透成功 各位來看 這裡是什麼 這不就一個水塔嗎 好 這裡是一個水塔 對不起 我給各位標示一下 下毒 你在水塔下了毒 下毒 這樣子喝了這些水的人 不是全被毒死了 老蔣一個禮拜巡視一次 你給他喝了這些水的話 所以老蔣還問他 說你有沒有被滲透 他說報告總統 沒有 老蔣問了兩次以後 第三天他就到了 三峽大普計畫室 然後說你再找找看 他找了個半天沒有 結果各位他放在下面 你說放在這最底下 底部就是 好比說就是這樣子貼著 那根本查不到 根本查不到 可是下毒 本來就是要隱秘的下毒 對 所以他這位老先生 鍾錡生 鍾錡生沒有生了 除了這個以外 各位看看 威名赫赫的叫做夏季平 他是第三任的國家安全局局長 他曾經跟蔣經國共過世 蔣經國非常喜歡他 他尤其是游擊隊出身的 好 老蔣那一次 他也下了一道天威命令 他說你給我滲透 到安全局的局長的辦公室 結果呢 安全局局長辦公室 國家安全局那麼嚴密 對 怎麼可能進得去 結果各位你知道嗎 發生了一件什麼樣的事 發生什麼事情 現在這時候天威部隊 他們難不成真的滲透進去了嗎 占領 局長辦公室 局長辦公室他被占領了 他除了被占領以外 國安局是全台灣 最重要的反滲透的單位 他居然被占領了 他除了被占領以外 他上面的一些公文 雖然沒有翻閱 但是被舉走了 拍照 拍照 表示你的機密外洩了 所以過了沒有多久 他就下台 現在議政署長 要不要比照辦理一下 然後我們再來看 這個是台灣第一代的 陸軍親航隊 陸軍親航隊 結果發生了一件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情 好 當年陸軍親航隊的 指揮官姓唐 結果就是親航隊裡面 被貼了什麼 被天威部隊滲透貼了 炸彈 炸彈 那也就是說飛機要被炸掉了 結果他們一上飛機的時候 全部都是炸彈 那你說唐昌明就是上校 佔少將缺就是這件事情 他升不了少將 只因為一個滲透成功 他是所有陸航部隊裡面 唯一沒有晉升少將的 還有一個更奇怪了 到了美國打官司去了 我們看郝先生 他當年反美的時候 他說說我 因為郝伯稱擔任陸軍總司令也好 他就一天大晚喜歡弄什麼 天威廁考對不對 他學老講的 他學老講的 所以有一次他訪美的時候 他就天威部隊有兩個人 跟著他當作隨緣 天威部隊跟著他去 不是訪美到美國去 對 當作隨緣 當作隨緣 好 那個時候就下了一道命令 他說你看我們 駐美軍事採購團 還有駐美五官書等等這些 不是說在美國大使館那邊 有許許多多一些五官 還有一些美軍 在我們在美國的一些軍事的人員 對 你難不成說想要在那邊滲透 對 他就滲透 結果五官書滲透不了 五官書他不管怎麼樣 他就進不去 但是駐美軍事採購團 那表示這個防衛來說 是非常的嚴密的 對 他反滲透是非常嚴密 結果他沒有想到 他到了什麼 軍事採購團的時候 發生了一件什麼事 軍事採購團 團長 副團長辦公室被人家放了 縱火 貼了縱火兩個字 貼了縱火兩個字 所以表示說 即使你在美國的單位 也被這天威滲透了 對 這是唯一一次 是台灣有史以來 唯一一次在駐美軍事採購團 而且是在美國本土 結果事後被CIA知道 CIA要求台灣解釋一下 好先生雖然跟他講了 滲透反滲透 但是CIA講說 你這個滲透反滲透 因為你這些載 輔跟載 載底 那個是私人產業 因為台灣跟美國斷交以後 這些都是算是一個私業產業 私人產業 不是國家的 所以他就說 以後天威部隊 你就不能在我美國出現 我想請問議政署長 你真的想讓國防部長丟官的話 你也告訴馮志寬 做一個天威測考 要不要在你議政署裡面 也放一個縱火 我就看你囂不囂張 但我們說到天威測考 海上的軍艦有沒有辦法考 居然也有辦法測考 說到天威部隊的測考 真的是以前很多人都以為說 天威部隊測考 不過就是假扮民眾 或者是翻越牆 然後解斷鐵絲碗 然後進去破壞滲透之類 是 不就這麼簡單嗎 但是也有一種方式 是假裝跟你很熟的親朋好友 就到了海軍軍艦 停放在碼頭的 他的一個軍艦的選口的時候 跟職根的哨兵說 我們是副艦長的好朋友 我們以前是官校同學 現在我要來找你們副艦長 還把副艦長的綽號都叫出來 職根的哨兵說 還真的叫對了 他說他要訂婚了 然後順便來把喜帖 就是紅炸彈 人家俗稱的說 你接到喜帖就是被炸了 拿著喜帖要給你們的副艦長 甚至那個天威部隊 還滿有禮貌的 還把那一塊東西說 這個先給你 你下了罩還叮囑他 你下了罩之後 回到你休息的地方 再把它拆開來看 都是喜事一裝 當然就開開心 結果沒想到 結果趁小兵正要通報 回報艦上的戰情室的時候 這個天威部隊的人 就一個閃過聲 拿出那個信號彈 直接照亮了之後 然後一直快跑衝過去 就當著所有艦上官兵的人 這樣子信號彈 一照不是整艘軍艦 從頭到尾全都亮了 對 所有艦上官兵 就撒在那邊 怎麼會這樣 那個惠弈也才回過神來 天威部隊的人 已經跑過拿著信號彈 像舉個聖火一樣 跑過那個艦上官兵的 全部人員過去了 而且還把那個信號彈 還有一包東西 直接放在那個 飛彈發射架上面 跑過這個艦上官兵的人員之後 就在眾目可異之下 跑到那個船艦前面 從船艦上面 直接一躍著跳到海裡面 跳到海裡面去了 炸蝦就想說拿完 他跳下去了 其他那些人不是傻眼了 就傻住了 我問你拿一個海軍艦艇 你敢這樣子跳下去的 對 而且軍艦 沒有人敢跳的 軍艦的這個險口 艦艦它其實離海面 或是碼頭其實滿高的 要不然怎麼會有嫌棄 有的路已經四 五層的高度 所以後來大家才看一下 原來船下 他用信號彈 早是船下有一個接應的小艇 想必是海軍陸戰隊的 兩棲徵收大隊 如果是共軍要來滲透的話 那豈不是就滲透成功 甚至連炸彈 都把你飛彈架給炸了 沒錯 那小兵嚇哨之後 他還沒嚇哨 他就把那個東西拆開來 再拆開來一看 裡面什麼 西餅 也是炸彈 真的被炸了 他這個就是練習用的手榴彈 真慘 表示那艘軍艦 被天衛部隊炸了兩次了 其實還有就是我們知道說 除了海軍 陸軍 都會被天衛部隊滲透 連飛彈基地 飛彈指揮部也會被滲透 飛指部是個非常嚴密的單位 嚴密的地方 飛指部就曾經有一個 他們那個飛彈基地 被天衛部隊滲透的時候 在這個短短10分鐘 15分鐘之內 連整個軍旗還有官房 都被端走了 就給天衛部隊給拿走 幾個官房都被拿走 有個國防部督導官 他就跟著天衛部隊去 飛指部了他們的飛彈連 去測考 結果沒有想到 一進去10分鐘出來 拿著那個連上的官房和軍旗 這個是一個部隊權力的象徵 你那個都會拿得到 那個東西不能消失的 你裡面飛彈的飛彈連 你的主觀都被端了 結果他們督導官就進去 然後敲敲門叫衛兵開門 衛兵還一副碎眼心中 就罵他叉叉 這菜鳥 你幹嘛這個時候敲門 結果他就把政見拿出來說 我是國防部的督導官 請你們開門 你已經被滲透成功了 接著他就跑到這個連長室去 看到連長 還把那個脖子上 剛剛被天衛部隊 用這個紅漆弄到脖子上 表示他被斬首了 弄到紅漆了 紅漆把他插 正在插四缸 一臉狼狽的樣子 旁邊的那個連長室裡面的 軍旗 連旗 戰旗 還有官方真的都被拿走了 剛說飛展指揮部 都是天衛部隊想要滲透 測考的對象單位 其實在80年代的時候 你知道嗎 當時天衛部隊從屏東的 空軍基地搭著運輸機 到了東部的飛彈基地上面 就是附近的山區 然後直接空降 特槍實彈就在那邊 站住 是誰 口令 然後天衛部隊看沒辦法 直接在那邊強襲要進入 強襲進入你想說 一定會發生肢體衝突 短兵相接 被三把的武器部槍 全部都被打斷 打斷了之後 當然有人流血就受傷了 進去了 後來驚動了飛彈基地的指揮 他們當地營區的指揮官 他們就抗議了 他們就跟天衛部隊說 跟統財部說 我們這裡面都已經發現他了 也跟他們發生衝突了 照理說你來我往 有傷有負有勝這樣 他們也沒有成功 可是沒想到統財部 就跟飛彈基地營區指揮官講說 人家已經在你們營區晃了三天了 最後想說 才用這種方式進去讓你們知道 不信你去看看你們的 英式飛彈的發射架 好 去看看發射架 結果他們本來要進行 這樣一個飛彈的測考 飛彈射擊測考 上級長官也說不用測了 結果那個指揮官 好吧 去看看那個飛彈發射怎麼回事 去不上怎麼樣 都被貼了那個炸彈兩個字 貼了炸彈貼了三天 他們居然不知道 表示你們這個防空基地 英式飛彈防空基地 東部的防空 你被破壞了97%統裁部宣判 97%的防空戰力被摧毀殆盡 你發射什麼飛彈 你還跟人家飛彈演習什麼 都被稱為部隊滲透成功了 這個指揮官才晃得到 原來他已經被搞了三天了 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在以前的時候 國共對立比較嚴重的時候 在那個時候 部隊的軍紀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甚至部隊怕因為被滲透 整個部隊被殲滅掉 但是現在這時候你看看 一個醫政署長 就囂張得要大搖大擺進到營區 林國妍你真是太誇張了 但是我們說說 你做到現在這時候 我們跟大陸之間 你覺得關係好嗎 關係真的是不好 可是你要小心一件事情 人家大陸以前 共軍就曾經去登齊萊山 40個人上了齊萊山 你覺得我們防得了嗎 我們今天不管談滲透跟反滲透 天威部隊他之所以能夠滲透成功 他主要是靠他的機制 甚至於是靠他的智慧 但是如果大陸真要滲透 你以為大陸沒有進過台灣嗎 我們現在不講 我們講兩蔣時代好了 金馬地區應該有吧 台灣本島應該以前都沒有吧 台灣本島就有 就有過 各位知道齊萊山難齊萊山 我今天講齊萊山的故事 黑色齊萊 黑色齊萊的故事 齊萊山我自己登過一次 我們在齊萊山難1971年 1972年1976年 接連三次山難 都有大規模的搜山 第一次是台大的 第二次是東海的秋高 第三次是陸軍官校的那個 八名學生 好 他們發生山難以後 結果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什麼樣的問題 當年負責搜索的1514 接連三年都是1514搜索 1514等於一直在上齊萊去了 山裡面 山林裡面 他們應該都非常了解了 他們對山林非常了解 第一次搜山 1971年 因為登山者當中的一個是 官邸四位官的兒子 所以動用了某些官邸的關係 叫他們進行搜救 部隊進行搜救 結果部隊進行搜救 人都找到了 全部找到了 發現了兩個你知道滑翔翼 等一下 這群人去登山 他們怎麼會用滑翔翼 不可能 不可能 結果他們發現 就是前蘇聯的那種滑翔翼 惡製的 惡製的 那就怪了 請問 台灣怎麼會有惡製的裝備 請問是俄羅斯過來 還是大陸 結果他們估計 他們應該是從福建武夷山 冬天的時候乘著東北風過來 夏天大概在晉江這一帶 飄過來 因為他的距離 沿著西南風就過來了 他沿著西南風跟東北風 都可以過來 好 那第二次邱高事件 華翔翼 你雷達連搜都搜不到 搜不到 他居然飛進了齊蘭山裡面了 當然 他起來不是靠近花蓮 他起來是靠近南投這邊 他靠近南投這邊 第二次搜山 邱高事件搜山的時候 搜到了20多句 20多句什麼東西 華翔翼 原來的東西 原來的東西 那個時候老蔣還在 兩次 第一次有發現 第二次就有20多句 那第三次是陸軍官校 那個八名學生 山難事件的時候 他們又奉命搜山 然後擴大距離兩個失搜 結果搜了20多句華翔翔翼 等一下 加起來40多句 加起來40多句 40多句 奇怪的是說 我們只看到華翔翼 但是不見了 也沒屍體 也包含秋高登山者的屍體 你都找不到 所以他們是不是 那個時候不是謠傳嗎 說這些人是不是 被大陸給帶回去了 但是我問過美軍 他說不可能 不可能 大陸可以過來 台灣想要飛過去的話 你是氣象專家 飛得過去嗎 很難 不可能的 不可能因為他 冬天東北風大陸吹來 西南風也回不去 對不對 西南風是從這個地方過來 所以我們這裡根本過不去 他們這邊可以過得來 所以為什麼要進行反滲透 或者滲透訓練 就是因為 可是永華哥 華翔翔基劇有40多艦在齊萊山 那個40幾個人到哪兒去了 到了今天沒有人知道 他們一定是下山了 一定下山 那下山已經潛伏到哪裡去了 潛伏到什麼地方 也就是說如果他華翔翔 一飛進了軍營裡面 那不是軍備就被滲透掉 甚至被爆破掉了 對 就被爆破掉了 我剛剛不是給各位看的炸彈嗎 炸彈兩個字都是 因為大陸在1970年代 就有這個能力進行滲透 所以 那還是40多年前 40多年前 所以老蔣他才會 一直用天威部隊進行測考 對 就是帕克部隊出事 對 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你看到現在的這個時候 現在的大陸的整個軍力來說 比我們可是強得多 我們現在這個時候在鬆懈 鬆懈完之後 到最後整個部隊 全部都會被人家給磨光 那個阿兵哥還是要給他鼓勵的 不過真的 這伊政署長你該檢討了 可是我們說到現在這個時候 大家說 這全世界幾個火藥庫當中 北韓是第一個火藥庫 台灣可是第二個火藥庫 但是北韓這個火藥庫裡面 人家都在罵金正恩 你太肥太胖 可是實際上來說 金正恩他的人民 好像受到不行 你剛剛我告訴你 剛剛講法就非常非常有問題 為什麼我的講法有問題 你居然敢講說金正恩是胖 我告訴你人家 他們就變重了嗎 不是 我告訴你 他是工作傷害 這麼嚴重 人家一天只吃一餐 你居然敢說人家吃到別的胖 我一天還吃三餐 他居然只吃一餐 是 因為北韓的這個朝中社 他這麼可憐 居然一天只有一餐 北韓的朝中社 人家發布了金正恩 一天的行程 我看你有沒有比他忙碌 朝中社發布說他一天吃一餐 不是 我跟你講 不只他吃一餐 他每天早上的行程 這樣子弄下來 從早上到深夜幾乎沒有休息 這麼可憐 他講到他早上的時候 去看他們有辦什麼軍需大會 要先去那邊看一看 之後還要去看工地 看商場 看賣場 還要到朝中社裡面去視察 晚上回來之後 還要再看公文 批公文 然後到生意的時候 還要再出去繞一繞 看看大家的狀態 再回到辦公室看公文 你的意思說他這個領導人 可是勢必公親 這麼辛苦 人家是忙到沒有時間 吃飯了 你知道嗎 是這樣子 所以他這個意思好像說是 金正恩是因為太忙太累了 只吃一餐 身體是不是出現了問題 才變成這樣 可是一餐熱量不夠吧 怎麼反而會重量增加 你真的要講話要小心 你知道嗎 他現在是90公斤到130公斤 你看這個傷害有多重 可是我們講到說 金正恩一天只吃一餐 我告訴你 他可是北韓版的諸葛亮 什麼 你怎麼把它形容成諸葛亮 當時諸葛亮六出其三的時候 你知道嗎 他跟司馬懿 兩個在那邊鬥來鬥去 結果有一天 司馬懿就問蜀漢的那個實者 就會說我問你們丞相 最近身體狀況怎麼樣 好心 實者那時候 關心問 對 實者講說 又不是問我國家大事對不對 我就講好了 他就說我告訴你 丞相什麼事情都 都攬在身上自己做 什麼公文都要親自批 甚至有人要受處罰 要被打20下以上的 他也都親自看 一天只吃一餐飯 瘦到臉頰都凹了 當時司馬懿一聽了之後 太棒了 太棒了 為什麼 他居然跟他的親信講 說什麼你知道 我看他盲針這樣 炸開不久於人事 等一下 說不久於人事 是啊 司馬懿真的是 結果後來 神算嗎 我跟你講後來諸葛亮真的生病了 你知道嗎 那時候生病餓到 因為戰場上其實狀況也不好 也沒得他吃太好 真的只吃一餐 瘦到臉頰都凹下去了 我告訴你 你不要看金正恩那個樣子 他連連圓圓的對不對 可愛可愛 人家講說他暴君 中國大陸還有一個演員 叫王磊的 還用金正恩的臉去整形 你知道嗎 想說要整成他的樣子 你想要整成金正恩 我當然是不想 但是為什麼 一定要放這個照片進來 你知道嗎 我告訴你 這也真的是金正恩 這是金正恩 這真的是金正恩 所以你意思說他一天吃一餐水 他現在是這樣身長 當然不是 剛剛那上面是錯的 不是 國外有人想說 金正恩的臉型 他現在是這樣 如果他瘦下來好不好看 你是說衣服 假如他真的瘦下來 結果有人就用了修圖軟體 幫金正恩 這邊稍微修一下 這邊點一下 下巴弄一點 我希望你有空也幫我弄一下 這一弄起來之後 真的還滿帥的你知道 然後再用不同的軟體 給他做起來 他加了個髮型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這個還滿萌的 這個好可愛 好帥 他以為是男孩的男星 不只是這樣你知道嗎 還有人做了這樣一個 對照圖給你看看 有沒有不同時期的 今天這一筆起來厲害了吧 厲害 這個的原型是他 這個的原型是他 但是真的 你P圖的也太厲害了吧 所以我們就講到說 現在這個所謂P圖軟體 可是也有人注意到一件事 注意到什麼事 金正恩 雖然我們講說 他這一陣子身體 因為工作傷害 到了130公斤左右 沒錯 可是你如果從北韓官方 所發布的這個照片來看 感覺上有經過修圖 怎麼說 他的身形比較看起來 沒有那麼的虛大 受傷這麼重 受傷這麼重 一定要記得是講受傷 但是有一個地方 也有人發現 就在這個 這耳朵旁邊出了什麼事 因為在其他的 有些照片裡面 其實他耳朵裡面沒有這個 結果他們就覺得說 這一張很可能是 沒有修圖過的這個照片 你也是說沒修好 但是這個突襲的點 有醫生 有這個所謂的醫學專家 就把他放大來看 他們懷疑金正恩這個 很有可能是因為突變 病變的關係 不然怎麼會有這樣一個 奇怪的突襲物 不是痣 還是他貼減肥的貼片 也不是 不是 你乾脆說他痘痘貼片 痘痘貼片 不能隨便講 不要隨便批評人家國家領導人 可是我們講到劈圖的這件事情 其實我告訴你 你不要想說西方劈圖軟體 什麼很厲害 我告訴你 北韓自己也好棒棒 怎麼說 你看到畫面上面所看到這個 這個看起來有災民什麼的 因為淹大水對不對 泡在這水裡面 我告訴你 災民也是劈上去的 災民也可以劈 你有沒有現在看到 一大堆的麵包 你們都說我們北韓糧食有問題 要多成這個樣子 這麼多麵包 後面全部劈上去的 這也能劈 這也是劈上去的 不可能吧 你不要講說是這些 我告訴你 我們滿山片蝶都在放羊 我告訴你 你看 牛羊成群 全部劈上去的 那表示他們風衣足食 全部劈上去的 還是劈上去的 不再講第三遍 都是劈上去的 包含你看這些人 在海邊玩水 大家好快樂 人也是劈上去的 海裡面玩水幹嘛劈人上去 我不講穿 你還真看不出這個破綻對不對 我看不出來 但我跟你講你真的再仔細看一點 你就會發現到 這些人真的怪怪 就這樣放在水上面去 所以很多人就發現到 北韓最近真的不知道在搞什麼 尤其日本就覺得很痛苦 日本為什麼要痛苦 因為日本在最近 從到今年12月中之前 居然發現了96艘的 所謂北韓幽靈船 等一下 96艘這麼多 這些船就這樣飄到 靠近日本的這些地方 日本的海上智慧隊 他們就上去搜的時候 就發現到 有的船上是還有活人的 那時候找到42個生還的人 而且他們就講說 金正恩逼我們一定要坐船出來 不然都要殺死我們 這麼恐怖 這些人講說 我們只想要趕快回家 可是現在日本海風浪那麼大 他們就這樣還要出海作業 所以在這些船上 還找到27具的遺體 所以當然就對日本人來講 他們也覺得說很怪 你到底現在金正恩在打什麼主意 你讓他好好留在家裡面就好了 可是你知道嗎 就2017年這一年來說 金正恩真的是 東北亞地區的大贏家 怎麼說 大家都想說 他一天到晚在那裡導彈 他想要獲得人家的認可 可是現在不是到處被禁運嗎 但問題是你有沒有看到 在今年的時候 人家還試射了洲際彈道飛彈 已經到了將近是成功的階段 而且還講說他這一打 可以打到美國本土去 他還試爆清彈 那時候人家講說 他的威力也是很強大 而且搞到什麼 搞到這個大陸跟美國之間 本來是這個大家都覺得說 兩個應該也有 他自己的問題存在 結果沒有想到中美領袖 居然在11月9號還開會 還說如果為了 因應北韓的局勢 這樣好 我們兩國來設熱線好了 兩國居然為了金正恩要設熱線 為了金正恩要設熱線 甚至在遼寧的這個地方 他們那個北部戰區也說 他這樣好 我們跟駐韓美軍 也來設一個熱線 因為大陸北京要打到美國華盛頓 太遠了 而且太麻煩了 我們近一點 只要一發生狀況的時候 趕快來聯繫 所以你想想看 金正恩做了這麼多的事情 引起大家的重視 連中美兩個強權 都為了他要專設熱線 你說他是不是2017的大贏家 沒想到2017年居然是 金正恩是個大贏家 不過看來這兩國之間 為了這個北韓的問題 2018年可能要繼續延燒下去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在冷兵器時代作戰 通常是大部隊的作戰 要比的是誰的兵力比較多 但是如果你要克敵制勝 以少勝多 那你非得要 你的武器比別人精良 是 立港公元73年的時候 班超當時率領東漢的使節團 來到散散國 然後正在跟國王談 雙方合作的事情的時候 他突然發覺情況不對了 怎麼說 因為散散國王突然之間 對他變得很怠慢 好像不太禮貌的樣子 他覺得情況一定有問題 然後結果他找了探子 出去刺探之後 發現誰你知道 發現誰 發現居然匈奴也派使節團來了 而且人數他的兩三倍之多 那他想這怎麼辦 那他 你要知道當時距離漢朝 至少幾百上千公里 你可能連回都回不去了 是 所以班超決定一件事情 什麼事 我們當夜就直接過去 把匈奴使節團全部殺光 你難不成說夜襲匈奴 是 他直接這樣衝過去 然後就真的 殺了比自己兩三倍的人 把匈奴使節團全部殺光 可是不對 匈奴他們可是戰場上面 這個非常兇猛的 我跟你講當時 為什麼他們敢這樣做 因為他們有這個還手刀 你知道在當時 這是什麼武器 漢朝自己估計 他們的戰力是匈奴的四倍 就是四個匈奴的人 才能對付一個漢人 為什麼 因為就是因為 他們擁有這個吸力的兵器 你說就是因為這把刀 對 我跟你講 這個刀厲害到什麼程度 因為當時他們從西漢開始 就開始用把這鋼鐵折疊 然後再斷打的方式不斷做 所以這個 第一個它很鋒利 第二個它的韌度又夠 不會隨便的折斷 那個鋒利到什麼程度 其實我跟你講 他們現在就重新打造之後 然後來做實驗給你看 你就把這個草席把它捲成這樣子 你就是說古代的方式 來打造一把這還手刀 然後他這樣重現這還手刀 之後你看這樣一劈下去 這砍劈斷成兩半 我跟你講他巴捲 他竟然可以砍到七卷半 幾乎全部砍光了 是 我跟你講 可是一把刀就可以砍 一刀下去砍掉這麼多 我跟你講兩卷差不多一個人 所以他這一刀下去 可以砍三個多人 所以也就是說一刀下去 三個人全部被腰斬了 對 直接被攔腰砍斷 這真的是非常厲害 但是還有另外一種 測試的方式 就是據說相傳諸葛亮的時候 就是用竹筒裡頭灌鐵殺 然後看你這個寶刀 是不是削鐵如泥 結果他們就在重現這樣子 這個竹筒裡頭直接給他灌鐵殺 然後你知道一刀砍下去 你看到沒有 當場就劈斷了 鐵殺很低 鐵殺一點被刀 一點都作用都沒有 所以你知道這個鋒利度 就非常非常強 你看那個鐵殺 都這樣噴出來的 你看直接噴出來 表示他沒有作假 兇怒人當時主要的裝備 其實就是皮甲跟短箭 然後我們就來試試看 假設以動物來代替 就是人的肉體 然後在外面再附上皮甲 你看他這樣砍下去 你看到沒有 皮甲連人直接都被削斷了 你看到沒有 所以也就是說我劈下去 根本皮甲也擋不了這把刀 所以當時的兇奴人 如果你真的不幸被還手刀劈到 你大概就連皮甲連人 一起被他斬斷 所以這真的非常厲害 其實你看還手刀的截面 他截面很小一點點 然後刀長大概115公分 所以他非常鋒利 所以也就是說這把刀一下去 你連包含皮 包含骨 全部都被折斷 但是問題是來了 當時如果你是騎馬的話 你要怎麼用這把刀 因為當時沒有馬蹬 你沒有馬蹬的話 所以你一隻手一定要去抓江神 不然你沒有辦法坐在馬上 所以你這一隻手能夠拿刀 你怎麼去砍敵人 我跟你講後來他們發覺 當時要用的方式 一定是用狠砍的方式 然後馬這樣衝過去的時候 用馬帶動的那個動能 直接砍在對方身上 敵人擦身合過的時候 就把人家腰斬了 然後一瞬間就把對方斬斷了 你看當場就被他切斷 切成兩半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 還手刀的鋒利程度 但是到了600年後 也就是公元663年的時候 又發生了一場重要的戰役 什麼戰役 就是白江口之戰 也有人說是白春江之戰 當時是唐朝對上 白濟跟日本的聯軍 然後雙方在白江口這邊 發生大戰 其實唐朝的船艦比較大 然後日本的船艦比較小 但是多 日本有800多艘船 唐朝只有170艘而已 然後日軍有42000人 唐軍只有13000人 這麼多 人數就是唐軍的4倍 那等於4比1 這樣唐軍理論上來 應該處於劣勢對不對 但是不怕 因為唐朝有這個唐橫刀 橫刀 這把刀 這個唐橫刀 然後當時他們是新的做法 他是裡頭中間是手鐵 然後手鐵外面再包缸 包缸之後再把它斷打 斷打之後 外面再塗上特殊的材質 然後封塵 然後重新去把它 重新再斷練 所以它的外面的韌度 非常的鋒利 然後刀的本身韌性又夠強 所以當時據說 很多日本兵是直接在船上 遇到唐軍 刷一個白光一閃 整個腦袋被直立被削下來了 他在船上面就已經被削頭了 是 所以當時日軍大敗 其實敗到什麼程度 敗到當時的天智天皇說 我們的國力跟唐軍 真的相差太遠 不敢再跟唐朝拜託 後來900多年 不敢再侵略朝鮮 其實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實際上唐的橫刀 有多麼的鋒利 我們一樣可以來做實驗看看 看看他到底有做搶 第一個他是雙面刃 你看他當時 我們一樣來砍這個東西 你看隨便這樣啪一下就斷了 你看到沒有 所以他的鋒利度是沒問題的 但如果我們來做草席 草席的測試來看看 我們如果用日本刀 其實你看日本刀 可以砍掉三卷 其實比東漢刀差對不對 東漢換手刀差 可是如果你用唐橫刀來看 他好像也不怎麼樣 也是三卷多 三卷 四卷 怎麼奇怪 過了600多年 你刀擺了脆布 還沒有東漢的刀牆 那到底還怎麼回事 那有人說大家不要想太多 因為他是專門來對付鎧甲的 所以你意思是說 我本身不是用砍劈 而是用刺穿的嗎 我跟你講他就是說 我們先來對付鎧甲 也不對 你看鎧甲他還是敲不穿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大家不要忘記 因為他是雙刃刀 他其實是用穿刺的方式 刺刺 對 他用真正的方式 直接刺 你看一刺就刺穿了 所以當時日軍的 其實日軍的鎧甲並不好 當時相當於領領甲 所以你只要一件一刺過去 所以我不能砍劈 我一定要用穿刺的 你可以砍劈他沒有鎧甲的地方 有鎧甲的地方就直接刺過去 對方也難以防範 所以唐橫刀其實本身非常厲害 還有他的韌度也非常強 如果你用日本一般的日本刀的話 其實他砍個一兩次 他就 武士刀不是用砍劈嗎 他就變形 然後刀口就捲了 你知道 唐橫刀 你不管再砍幾次 他都好好了 一點都不會受損 所以也就是說他的強度 是比武士刀要強得多的 所以在戰場上 唐橫刀遠遠強過當時的日本刀 看到當時的冷兵器 是多麼厲害的一個武器 原來這刀刃之間的這個材質 可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們說到 當時在包共的開封府裡面 有三個大閘刀 龍頭閘 虎頭閘 再加狗頭閘 但是這三把大閘刀 有人說是上古時代的 妖刀鑄造而成的 你剛剛講完了這些妖刀 你知不知道在中國的歷史上 上古也有三大妖刀 上古有三大妖刀 怎麼會有妖刀 在夏商兩朝的時候 就有三大妖刀的存在 這麼古早以前 這三大妖刀 在夏朝的最後一個君主 也就是暴虐的夏捷 當時夏捷其實沒有這麼暴虐 他是有了這個三大妖刀 包括龍牙刀 虎翼刀 還有犬神刀之後 才變得這麼暴虐無常 然後明星幻散你知道嗎 有了這個刀法 心就變了 對 然後當時他有了這個 三大妖刀 他是放到了夏朝的太廟 據說這個三大妖刀 龍牙 虎翼 犬神 被夏捷拿到了之後 他倒行逆施 後來商湯他不是起來 他攻伐這個夏捷嗎 然後當時大軍攻到了 夏朝的 他的定都的地方 都城的時候 結果當時這個夏捷 據說他的軍隊 拿了這個三大妖刀 無往不利 砍殺了這個商朝的 商湯王的大軍數十萬 死傷數十萬 然後逼得這個商湯王 他自己騎了那個戰馬 他都要這個棄哥棄馬 這個下馬來 然後直接拿了這個薰原劍 變成步兵一樣往前衝 然後最後衝到了 夏朝的這個都城 衝進了這個夏朝的 皇宮宮殿裡面 也殺到了這個太廟 然後揮箭擊斬 把這個三大妖刀 龍牙虎翼犬神 他斬成一劫一劫 一段一段的碎片跟碎鐵 後來傳聞到了東漢末年 東漢的軍閥李雀 他找到了這個三大妖刀 把他挖出來了 李雀居然挖出了一個 而且把那些三大妖刀的碎片 重新命人 重新鑄造 鑄造了之後 又是三大妖刀重現天日 然後當時不是這個呂布 那個妖器應該還在那墊上 戰神呂布不是後來這個 把董卓義父給殺了嗎 然後攻佔了長安 李雀後來包圍的長安 合圍的長安十天 率的大軍為什麼能夠 把這個戰神呂布給打敗 據說就是靠著這三把妖刀 可是最後 就算你有這三把妖刀 還是敵不過曹操 曹操大軍後來把李雀給剿滅了 把李雀殺了之後 曹操也聽聞這三大妖刀的 這個威力 很怕將來對他不利 命人把這個不但碎片斬斷 而且斬到 幾乎更碾成碎片 一段一段的來形容 然後可是這三把妖刀的碎片 一直到北宋時期的時候 被北宋著名的鑄劍鐵匠師傅 叫韓齊了 又在當年商朝定度的這個地方 今天河南當洋那附近 找到了 然後在他的一個深山中 找到了之後 就開始找當地的一些野鐵師傅 努力的重新把它恢復正常 然後也讓皇帝聽到了消息 皇帝就找公眾的師傅 鑄兵器的 然後跟韓齊他們一起商量 把它鑄造成新的正義里南的三把 已經不叫做妖刀了 那三把刀後來變成什麼嗎 就是大家聽聞已久了 河南開封了開封府包枕的三把刀 龍頭雜 虎頭雜 講到包枕 包枕以前不是展過 復興看陳世美嗎 據說包枕其實他有婚外情 他有婚外情 怎麼可能 他每天忙於公務的 他怎麼可能會有婚外情 這個是我上個禮拜 到了河南開封包公池 去了一趟之後 你知道嗎 從包公出土的木志明 他跟他的妻子董事 包公一生有兩個老婆 一個是張氏 一個是董事 原來包公還有一個印孫氏 印孫是什麼意思 孫氏他姓氏 姓孫 印就是古代的陪嫁的女人 有點像是日女 悲女 就是像我們現代的女傭 丫鬟一樣 竟然他印孫氏也變成他老婆 原來後來包公在50幾歲 50多歲的時候 58 59歲的時候 跟印孫氏發生了關係 然後後來他覺得 這樣子很像不好 所以就把他遣送回娘家去了 結果沒有想到其實他的媳婦 崔氏暗中在接濟他 等到包公60大壽的時候 皇帝還有文武百官 還跟他祝壽 包公是滿風光的 可是想想西夏五子 也滿孤獨 滿可憐的 這個時候沒想到 他的媳婦催事 抱從唐宗 抱出來一個小嬰兒 小嬰兒 還可以慷慨學走路 包公就很開心 這是誰的小孩 然後結果那個媳婦就跟他說 公公 這是你的兒子 他嚇了一跳 他一定傻眼了 怎麼是我的兒子 他說原來當時 他跟印孫氏發生關係之後 他已經懷孕了 他包公不知道 然後已經繳能把他 這個送回娘家去了 才知道說他回去的時候 受到他媳婦催事的接濟 他已經生了一個兒子 結果 後來包公大喜 應該有失婚外傑 他60歲的時候 竟然發現他有這樣的一個兒子 後來他取名叫包延 也有人說他叫做包壽 沒想到這包公的歷史上面 有這麼多的一些情節 跟橋段在其中 連續劇裡面演的 好像有些神似 但有些不同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開車在國道上面 其實步步危險 你只要一個不留神 你可能就會碰到 那死亡殺手了 什麼樣的事情 可以讓今天下午 整個中山高 南北雙向全部停止 怎麼可能 你看那照片 好恐怖 這出了什麼事情 電視劇畫面裡頭 甚至你可以看到 兩個南北向中間 還有缺口 對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原來就是一台大貨車 它本來是南下了 沒想到林口路段裡面 不曉得發生什麼事情 可能是打滑還是怎麼樣 崩下 又在林口路段出現 又是那個行門的路段 對 飛到了北上車道 結果就這樣 橫在那邊 好啦 結果南北全部被打結 那時候有那個被波及的車輛 高達9輛以上 有人就講 他說那時候被撞到昏天暗地 因為15到20噸的大貨車 這樣衝過來 那就像龐然巨獸一樣 同樣的事情 立剛 你曉不曉得 前一陣子在彰化 那才恐怖 怎麼說 因為一堆車子 他說他們當時在等紅燈 好好的 但是你知道 他們突然就像保齡球品一樣 全部往前滾 橫的 弱的 你看 你看到那什麼東西 怎麼這樣衝過去 原來是最內側 他們那些車都在等紅燈 結果這台大貨車 他根本不剎車 可能剎車是你 你看看那個滿目創意的結果 那些車子全部橫向 有的變廢鐵 還有的直接被撞到戶籃上 卡在那邊 這麼慘 你就知道一台大貨車或連接車 他要是不剎車往前撞的話 那個衝力往往會讓你覺得 詭異的恐怖 可是立剛 你知道在高速公路的中山高 連接國道3號 在彰化也發生過一件很低 紅燈絕駐那個車 你看他 他開一開他突然打滑 打滑之後他去撞到一台 也跟他一樣是 就同樣動物的連接車 這一撞你看看 旁邊那些小握車 還有小轎車 全部都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我被擠成肉包鐵一樣的 去撞戶籃 為什麼 你很可能是打滑 但是兩輛加起來 那個力道可能都會被加成 可是立剛 你想不曉得在台中神鋼 才發現一個恐怖的事 神鋼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開一開突然有一個 龐大的一個鐵的東西 直接往你檳榔攤轉過來 差一公尺 差一公尺 把那個檳榔攤整個給很掃 這個東西好幾頓重 這什麼東西 我們大家看 原來前面有綠色的連接車車頭 它是他後面連接的貨櫃 可是貨櫃怎麼會飛出來 對 但是他當時在轉彎的時候 那個綠色的連接車車頭 跟他後面可能疑似沒有固定好 你看一轉彎 一個同步的吸力從左邊 一吸把旁邊騎樓上面 機車全部很好 你幸好沒人 有人就完蛋 你不要小看連接車 你要開這種 15隊以上的大貨車 都要職業連接車執照 它必須要很大的 我們講的經驗值才行 之前你還記得台中 有個機車機制 就是被這種脫鉤的貨櫃一掃 當場就被掃死了 所以有時候大貨車跟連接車 他們在這些路段上面行駛的時候 你一定要能夠能閃就閃 不然的話就會像今天下午 你即使是在高速公路開 對面衝過來一個凶神二煞 奪走你性命 你都無法預料 我們看這賽過三天 就是那連續假期了 可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高速公路上面危險特別的多 要返家之時要特別小心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說到我們中華民國的護照 當然是代表我們中華民國的 但是中華民國的護照裡面 居然有玄機出現了 外交部最新的護照裡面 透露了什麼樣的訊息 是 立剛 我們的二代晶片護照 每一頁上面 都有一個台灣獨特的風景 當然這個護照非常漂亮對不對 但是最近有人發現 這一頁的畫面你看 上面有個飛機 下面有個機場的航廈 這樣的一個圖樣 那這個應該 桃園機場 一定就我們台灣機場 它就我們的門面 對 正常 因為我們的國際機場 應該是放這個對不對 是啊 但立剛真的是這樣子嗎 你跟我們來看看 當然是這樣還用說 我跟你講 你來看看這個 那個圖是不是跟這一張 長得很像 對 這桃園機場 這應該就桃園機場 你確定嗎 可是怎麼變那麼漂亮 對 第一個 好像長得有點不太一樣 微波好像變大了一些 是啊 整個樣子好像怪怪的 你確定這是桃園機場嗎 我的學長在桃園機場塔台工作 怎麼我看起來這塔台好像 不是桃園機場的塔台 對 看起來怪怪 因為桃園機場的塔台 好像長得不是這個樣子 對 因為巴勞是氣象中心 氣象中心的外觀 也不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外銷部 會去放別人的機場嗎 這也很奇怪對不對 外銷部 不可能放別人機場 那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護照 好 立剛 我們就來看一下真正的 等一下 你看那塔台 就跟剛剛的塔台一樣 這個一樣對不對 還一樣 對 我跟你講但是問題是 實際上 台灣機場塔台長這個樣 這個塔台 是啊 我們這是橢圓形的 跟那個 跟這個一樣 你看 這個跟這個 你覺得是一樣的東西嗎 當然不一樣 所以我跟你講 立剛好告訴你好不好 那不是 你跟我說這個塔台 新蓋的塔台已經蓋好 也不是這個樣子 也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不好意思 這個根本就不是桃園機場 什麼 護照後面不是桃園機場 那是哪裡 我跟你講 這個是華盛頓杜勒斯機場 等一下 不對 華盛頓不是美國的 對啊 當然是美國 華盛頓杜勒斯機場 所以我們怎麼會去用到 華盛頓杜勒斯機場 難道我們已經變美國人了 我已經變美國51週了 也就是說蔡英文 要把我們台灣變成美國第51週 美國也同意了 所以這本護照裡面出現了 這是代表這個意思嗎 但是我跟你講 外交部跟你講說 沒有…你們都搞錯了 那個就是桃園機場 那是你們沒看懂 你看這個塔台形狀 跟這個塔台形狀 怎麼會有像 那我再麻煩一下外交部 那你幫我找一下 這個塔台到底在哪裡 你看這個塔台 你在桃園機場 幫我找一個這個塔台出來 好不好 桃園機場上 沒有這樣的塔台 是啊 所以 還有什麼好硬撓的 因為真的長得完全不一樣 我跟你講 我現在跟很有眼睛的人 都看得出來 這根本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搞了個半天 所以結果被誰發現的 我跟你講 被網友發現 網友發現的 所以就是說外交部 他根本不知道這件事 我跟你講 後來據說 外交部雖然表面上嘴很硬 後來據說他私底下 跟民進黨的立委 辦公室的某一些人講說 對 真的是我們物質 好像今天下午才講 是 然後他說 他們會再想辦法看 怎麼去處理這個事情 這是什麼好處理的 可是外交部要查證很仔細 即使連印護照都一定要細細 每個關卡都要注意的 拜託 外交部不只是負責 我們跟國外的這些邦交國 還有甚至一些外交折衝的東西 你基本上 我們整個國家的海關這些東西 是不是都是你們在處理的 護照就是你們在辦理的 如果連你們做的事情 都這麼臘草 那還得了 實際上 他們一直在喊冤 他們說 我們在出品之前 就已經跟專案一支場核對過 都沒有錯 版權問題也都核對過 問題出在哪裡了 你這個太離奇了 就怪了 而且你要知道 他如果說版權的東西 都有核對過的話 那問你 為什麼會出現這張照片 難道我們特地派的人 跑去拍了杜勒斯機場之後 回來拿來自己用嗎 不可能會發生這種事了 不可能吧 而且還被網友給抓包 所以我現在懷疑 你是不是根本就倒圖 你是不是網路上 隨便抓一些圖來直接掠印 中央印製廠他敢倒圖 所以這聽起來很詭異 那不然為什麼會錯 還是因為是中央印製廠 所以倒圖無罪 所以立剛 你告訴我為什麼會錯 而且事情錯了之好 錯了就錯了 你要趕快去改正 結果你還想要混的 還不願意承認 還要硬 這個外交部 我們能夠期望你 幫我們辦任何事情嗎 實際上 從蔡英文政府 上來這一年辦來 我們的外交 為什麼接接敗退 什麼事情都搞不清楚 什麼事情都慢半拍 現在我們終於知道原因了 因為你外交部 根本用打混了 連個機場都搞錯 護照都硬不好 這個外交部 還能幹什麼事情 但是立剛我也必須講 杜勒斯機場 大家可能比較陌生 可是杜勒斯機場 其實跟我們中華民國 有非常深的一個關係 杜勒斯跟我們有關 你知道嗎 因為國民政府 轉進到台灣之後 當時一開始 美國杜魯門總統 你知道 當時杜勒斯是他的外交顧問 你知道 其實我跟你講 杜魯門對老蔣非常不滿意 他非常不滿意老蔣 對 他本來意思就是說 就是我根本不要蔣介石 我想辦法去聯絡孫利言 看孫利言有沒有興趣 來領導台灣 就讓台灣直接獨立 在中國大陸之外 我就幫你蔣介石 如果你乖一點 我放牛吃草 不乖的話 我搞不好直接把你幹掉 可是你這樣講 對杜勒斯有什麼樣的關聯性 我跟你講 因為杜勒斯當時 就是其中的外交顧問 你知道 其實他在中間 負責折衝很多東西 然後後來你知道 到1950年的時候 一開始杜魯門直接講 他放棄台灣了 他就不干涉 所謂的不干涉台灣 也就是台灣自生自滅了 對 就是你老公要來公 隨便你 不干我的事 可是到六月 發生了一件事情 什麼事 寒戰爆發 寒戰爆發之後 台灣的地位立刻提高了 因為他會作為美國一個重要的 一個軍事基地 所以他馬上重新又改變了 立刻派第七項來打台灣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幹什麼你知道嗎 我看著你蔣介石 你不要給我亂來 因為蔣介石要反攻大陸 是 當時蔣介石 一直想要反攻大陸 他不准你反攻大陸 對 他就把你牢牢牢勘緊緊的 杜勒斯當時也負責這樣的任務 後來你知道 寒戰結束之後 老公開始蠢動 一開始他先在1954年9月3號 他發動了九三炮戰 到1955年 一江山戰役把一江山打下來了 然後一步一步向台灣進逼 這個時候表面上 艾森豪是非常挺我們的 艾森豪馬上在跟我們簽訂了什麼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直接跟我們簽訂了 然後參議會 美國國會也通過了台灣決議案 就直接說美軍直接駐防台灣 來全面協助 杜勒斯甚至當時還講說 如果必要的時候 我甚至不惜用核武去攻擊中共 來遏止你攻打台灣的決心 這樣子看起來是幫我們的 這個杜勒斯對我們很好對不對 對啊 你確定嗎 你確定是這樣嗎 最後還是以美國利益為主 據說當時杜勒斯有來到台灣 直接跟老蔣講 其實你要金門馬祖幹什麼 你只要把金門馬祖放棄掉 我們美國就居中 幫你跟老公之間聯繫 這樣子你們以後就保住台灣 叫我們把金門都放掉 對 你那邊就給大陸 其實在美國的戰略就是 一旦切斷了跟大陸之間的連帶關係 之後美國也你要台灣獨立也可以 要去做什麼事也可以 台灣就變成美國手上的一個棋子 結果老蔣當時就 當然不願意這麼做 然後就雙方死產活戰 後來老蔣乾脆畢不見面 我不見你總可以吧 結果當時據說杜勒斯找不到老蔣 只好去找宋美林 宋美林跟他講說 他希望從宋美林去遊說老蔣 宋美林跟他講說 我們如果放棄了金馬 真的我們這個政權不存在 你不可能 我們不可能去做這樣的事情 結果你知道嗎 到了1958年發生了什麼事情 1958年發生了823炮戰 對 對 當時823炮戰 老蔣是真的想要打開金門嗎 其實未必見得 怎麼說 因為據說毛澤東在 他們要攻擊的時候 跟他們講過 其實我們也不用一定要打開金門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要打給老蔣幫他做球 幫老蔣做球 對 這聽起來很奇怪對不對 有點怪 他說其實很簡單 現在美國要求 把金門馬祖這些都切斷 一切斷之後 台灣以後真的可能會獨立 你就沒有辦法在一起 所以就變成美國的一周 是 所以他就是 我來攻擊金門馬祖 然後你蔣介石這邊來防守 雙方在那邊激戰的時候 你美國就不可能在這時候放掉了 所以讓大陸跟台灣 能夠牢牢戲在一起 這是毛澤東發動823炮戰的 一個意義 但是其實當時美國在中間 還是不斷的在勸老蔣說 你一定要趕快撤退 所以杜勒斯還在床中做梗 是 然後他一直不願意這樣做 甚至他還誘惑老蔣說 正好你喜歡反攻大陸對不對 那這樣子好了 我沒有核彈幫你開道 你如果這樣子 我把這些福建這些全部 當面的這些共軍 全部殲滅掉 你就可以反攻大陸了 這真的可以反攻大陸嗎 你這樣一搭下去之後 什麼都沒了 什麼都沒 你還回得去嗎 所以老蔣也沒有這麼笨 老蔣始終也沒有答應 所以杜勒斯認為說 老蔣你只要乖乖做個虧 我就扶持你 要不然我就把你給弄掉嗎 這就是杜勒斯最重要的目的 但是老蔣幸虧也沒那麼笨 他始終沒有答應美國的要求 我們看著在當時的時候 這個國共之間的這樣 甚至爆發了戰爭的情形之下 美國人要從中作梗了 但現在的這時候 美國人要不要作梗 當然要繼續作梗 你想想看 而蔡英文叫日本叫爸爸 叫美國叫媽媽 在這個時候 國防報告書已經出來了 裡面居然我們的樂山基地 是美國人的 2017年國防報告書 這個正式公布了 這是蔡英文政府的 任內第一本 也是國防部歷來的第十四本 其實提到國防報告書 除了公布了共機烙台23次 還有航母烙台兩次 這樣一個中共機艦的 烙台老台的航次表之外 其實也把美國跟台灣之間的 一個軍事合作交流的 正式搬上台面 他把它寫在裡面 傳聞 一直美台斷交這麼多年來 其實美台之間的 美國對台灣的援助 一直沒有斷過 就是包括傳聞 在新竹樂山基地的 鋪找雷達對不對 美軍花了這麼多的精神 能力 物力心力 幫我們建置起來 我們當然也花了不少銀子 但是你知道嗎 傳聞就是說 因為我們花錢的 對 但是傳聞就是說 裡面竟然沒有一位 我們國軍 或者是裡面有台一華一的人士 在裡面 都是美軍全部都在裡面 所以你說在這個 樂山基地裡面工作的人 全部都是美國人 這個是傳聞上的說法 但是也有講到說 因為美軍掌握了這個 核心維修的技術能量 所以裡面幾乎都是美軍的 技術人員在裡面掌控 目的就是為了 對這個方圓3500海里之內的 所有的包括大陸的 能夠監測範圍 美國他要及時的掌控 因為等於訊息就是傳給美國的 他就要及時啟動博勝專案 但是軍方對於這樣的說法 他們也覺得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一直有掌控的 我們也能沿在裡面 我們只要有人發現這個狀況的話 我們就會歷時 用封閉式的網絡傳遞那個訊息 而且情資也是由我們來控制 不論怎麼樣 是美國或是台灣 這都是一個國軍現在 非常重視的一個軍事重地 但是講到軍事重地 就不能不提到 這兩天最熱門的成功嶺 這樣的一個軍事營區對不對 在成功嶺的事件 魏紹斌不讓這個 內政部議政署署長林國妍進去之後 可能意識到火越燒越大 林國妍他還在那邊 做什麼樣 你看 今天帶著下午兩天 這裡出來一張照片 帶著他的駕駛 雖然駕駛已經被File掉了 已經撤職了 可是你看他帶著駕駛去 跟他們衛少兵的少長 還有連長道歉 帶著飲料去 但是你們看到 林國妍還坐在這裡 你有沒有注意到 你跟人家道歉 你還坐在那邊大辣辣的 然後你是去觀禮是不是 你道歉有沒有一點誠意 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坐的是什麼位置 他坐的是主管管的位置 他在這個會議室裡面 坐在主管管的位置 看著這個司機跟這個連長 是一點點牽引 送上一些些慰問的飲料 因為一箱飲料就可以收買了 這個陳公領 他們衛少兵的少長 跟少兵還有連長 然後這個駕駛 跟他這樣握手道歉 然後你坐在那邊 然後一人眼旁觀的觀禮 看起來他比較像署長 他看起來像司機 你要不要改行當司機 不要當署長好不好 坐著令人難看 看了就令人討厭 而且他還講了一句話說什麼 說啥 看起來以後 要讓我們異色署的上下班同 方便能夠進出營區 以後陳公領開一個少口 讓我們來管轄好了 不要讓這個軍方來管轄 你什麼東西 還可以這樣子 讓你管轄一個陳公領的少口 那要不要海軍陸戰隊 或者是左營軍港 給你開一個地方 松山基地也給你開一個地方 包括國防部大直營區 還有總統府營區 都給你開一個地方 讓你異政署來管好不好 這樣子異政署乾脆 連一架飛機都給他管算了 所以他還有自己的專機 這種關 蔡英文政府還讓這種關 繼續坐他的官位 施衛素餐 有這種關政府不倒才怪 簡直是讓人家覺得 匪夷所思 所以其實看到這種陳公領 大家會覺得說 陳公領其實歷史悠久 像當年大專集訓 以前都還在那邊 陳公領集訓的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陳公領 曾經是當時 美軍顧問團的一個團長 叫做齊列拉少將 他幾乎每年都會陪小蔣 蔣經國到陳公領 去視察這些大專的集訓的情形 而且每年幾乎都會陪小蔣 到陳公領去觀禮你知道嗎 齊列拉其實是在 美軍的顧問團 他擔任少將團長 他民國56年就來台灣了 到這個68年 美國跟台灣斷交的時候 一年內撤除 所有美軍的軍事人員 當時他還協助小蔣政府說 是不是我們用美軍 退役的顧問團人員 來協助你 可是你說到這部分 我看他照片有點怪 為什麼旁邊是一個阿兜阿 他穿著我們 很年輕的對不對 這是他的兒子羅伯齊列拉 齊列拉有三個兒子 後來都從軍了 對 他把他的兒子 當時他兒子已經在美國 是ROTC了 他還讓他兒子來成功領 這個大專集訓受訓 所以特別是當時成功領 他大專集訓 他兒子是第一團 第六連 可是剛剛那個長官 可是我們中華民國的軍人 對 你看他當時 他在拿的M1步槍 幫他檢查的是誰 是當時陸軍官校35期畢業的 後來以六軍團 中將副司令退伍的高安國 你知道嗎 是他的排長 幫他檢查M1 講到他的步槍 後來齊列拉 當時也是看到國軍 還在用M1的 尤其成功領那個大專兵 很可憐 其實我們在民國57年 開始58年就量產 已經開始正式 讓574步槍服役 574步槍就是美國 授群給我們 開始生產的M14做的步槍 可是後來因為我們要 13到15年的時間 才能整個換裝完成 所以在六軍還沒換裝 在羅伯齊列拉的爸爸 美軍顧問團的 齊列拉少將團長的幫助之下 開始去跟美軍要 他們在越戰戰場上 封存了14000多支的 M14步槍 你意思說把越戰的槍 拿來這邊 拿來給國軍用 軍員到我國 為什麼齊列拉和這些美軍 會這麼重視台灣的成功嶺基地 成功嶺旁邊不要忘了 還有沙路跟清水 兩邊交界處的一個 清泉岡機場 可是那時候清泉岡 只是一個小基地 只有17公頃 後來為什麼能夠擴大100倍 到1750公頃這麼大 就是因為美國覺得 他的戰略位置的重要 美國出錢 我們出人跟出地 然後把它蓋成一個 當時是號稱遠東 最大的一個空軍機 你可以停12架B-512轟炸機 專門去飛到越南戰場上 去轟炸北越 而且當時還停了F-4戰落機 都在清泉岡 可見當時這些軍事重力 在美軍的野中有多麼重要 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清泉岡跟包含了成功嶺基地 這兩個基地 居然有這麼重要的 關聯性的存在 但是我們說到這成功嶺 你不要總覺得 他只是一個大專集訓的 訓練場地 或者是一個新訓中心而已 因為他裡面的機密可多了 我先講白團曾經有一句名言 受訓 訓練在成功嶺 戰訓在嶺口 換句話說白團的光計畫裡面 他提到了一個 如果台灣要亡的話 第一個成功嶺不見了 第二個嶺口被掐住了 這兩個點掐住台灣就完蛋了 他只要掐住這兩個點 台灣完了 因為嶺口可以控制什麼台北 那成功嶺剛剛好切斷南北的 救援要到 對 整個就 台灣中間就整個被切斷了 切斷了 所以成功嶺那麼重要 林國賢說開一個口 對不起 林國賢 你要開一個口 你到你家去開一個口 我現在告訴你成功嶺的歷史 成功嶺 你過去我們都講叫大專集訓班 各位看看 這個人是誰 齊烈吧 齊烈為什麼把他兒子送到成功嶺來 對 他兒子不在美國受訓 居然送到成功嶺來受訓 好 他說成功嶺是他見到 全球素質最高的訓練基地 因為沒有一個訓練基地 全部都是大專森 那個時候大專森算天之膠子吧 所以齊烈他要求蔣經國 每一年受香典禮 他必須他要到 他的兒子也把他送來 雖然他那個時候退休 可是他退休的時候 我在1975年上成功嶺的時候 他也有來 齊烈拉 你說齊烈拉也有到成功嶺 對 那一年剛剛好是 蔣介石逝世的那一年 所以他也上了成功嶺 除了齊烈拉以外 我再給林國賢上一堂歷史課 各位知不知道這個是誰 這好像是沙烏地人 沙烏地阿拉伯的國王叫做費瑟 他的其中的一個王子 也在成功嶺 什麼 連沙烏地國王 他都把兒子送來這邊受訓 他都把這個 他的兒子送到成功嶺來 先在成功嶺那個時候 45週訓練完到海軍官校 是費瑟國王的兒子 他都送過來 還有一個你們通通不知道的 巴拉馬總統叫做巴哈斯 他的兒子也送到了成功嶺 換句話說成功嶺不像你 林國賢講的你開一個門 為什麼我現在我要告訴林國賢 你曉不曉得成功嶺 地理位置他有多麼重要吧 成功嶺是蔣介石過去看的 然後叫白團規劃 你白團規劃的時候 蔣介石用羅盤看了以後 一看 蔣介石親自用羅盤看過的 他除了親自用羅盤看 他還叫白團來看 結果兩個人意見一致 各位曉不曉得 都認為要在那地方設基地 對 因為他是大肚佛 就是蜜洛佛 蜜洛佛肚子很大 他挺出來 他說雙手懷抱 然後各位曉不曉得 成功嶺的禁止趨勢在哪邊 他的腦袋 腦袋 怎麼說 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說講到他的腦袋 因為第一個戰備儲備中心 臨戰中心 還有更重要的戰備用油中心 各位曉不曉得 1973年贖罪日戰爭 引爆的石油危機 台灣是歷經過了 美軍剛剛好那個時候 他倒是在打什麼 打越戰 結果美國的油沒有辦法送到遠東來 美軍公文壇他告訴蔣經國 他說對不起 你成功領這些用油 我要全部都抽到越南去 要把我們的油抽到越南戰場 對 所以那個時候 可見那個油庫的油量有多少 有那個多大 因為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蔣經國就非常擔心 他叫美軍 你一定要給我一個保證 但是美國不管 所以弄得我們那個時候受訓 你還記不記得 45週以內 我們沒有坐過一部車 全部都用兩條腿走路的 因為缺油 因為缺油 所以說你說成功領重不重要 還有成功領各位 你想不想成功領旁邊 為什麼有一個裝甲旅 是孟哲爾他們介紹的 不 這個是白團 你白團他告訴我們 一定要在成功領建一個設施 還有一個孟哲爾 就是明德小組 各位曉不曉得 明德小組孟哲爾將軍 他每一次來台灣一定到成功領 然後到了成功領 他一定要舉行什麼 火牛演習 在火牛演習的講評過程當中 他教台灣的三地作戰 他教台灣的防空作戰 他教台灣的地對空作戰 所以成功領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 還有一個各位或許不知道 成功領那個腦袋 剛剛好就在油庫 那個油庫的位置 就是成功領的腦袋 最重要的中樞地點 他說要開個串門剛剛好 開在腦袋 那真的開在腦袋的話 我可以合理的懷疑 你鄰國也 你是不是要摧毀 台灣的部隊的戰力 尤其中部地區的戰力 所以這種奢主義 你少給我出 多讀點歷史 多了解國軍建軍備戰的歷史 不要在那邊胡說八道 原來這個鄰國也 現在玩得花樣 難不成調查局之前查的人查錯 不該查王秉中 應該去查查鄰國眼的背景 要不然為什麼長驅直入 要進那成功領 軍事重鎮 你居然這樣子堂二皇之 想要大搖大擺進去 不禁讓人感到非常的疑惑 可是我們說到軍事重鎮裡面 部隊裡面訓練出來 當然是訓練出來的 精良的阿兵哥 到了戰場上面的時候 才能夠克敵制勝 但英國有個女兵 她到了戰場上面 就跟女魔鬼一般 是 立剛這位女兵 現在已經被人家叫 魔鬼女大兵英國版了 因為她實在非常骁勇善戰 然後是屬於英國特種偵察團 SRR的女大兵 這是英國目前唯一 准許女性加入的特種部隊 然後剛好在敘利亞跟伊拉克 這附近執行任務的時候 當時他們約一個女憲民出來 結果這女憲民跟他們接觸之後 他們要返回 任務達成要返回陣地 結果要返回的途中 結果遭受了IS的伏擊 突然伏擊他們 對 伏擊他們的時候 這個時候一般人 可能都會嚇到會緊張 當然 結果你知道嗎 這個女大兵一點都不緊張 她一方面 直接拿起她的MP5K 直接衝砲槍對這些IS 恐怖的掃射 掃射了同時 她也一直不斷的用無線電 回報說目前有多少敵人 我們現在在什麼方位 遭遇到什麼樣的攻擊 我們希望做什麼樣的調度 然後全部非常冷靜的 然後打死了三名IS的武裝戰士 然後讓整個部隊 能夠順利的離開 其實英國的特種偵察團 這個SRR這個部隊 其實是一個非常高科技 計畫的一個特種部隊 怎麼說 我跟你講第一個 他們配備的都是最先進的設備 他們甚至有小到 跟我們一般那種 兒童用的那種無人機一樣 還可以飛來30公尺的高度 然後偵察附近8公里之內的範圍 他的偵察團裡面 居然配備無人機了 我跟你講 他不只是無人機而已 他的電腦隨時可以跟什麼 跟所有的美國的空中偵察機 包括捕食者 這些全球音這些聯繫 然後甚至可以直接連上 美國的偵察衛星 高科技的輔助之下 這個SRR 這個戰鬥部隊 當然他的戰力是不可小觸 但立剛 你知道嗎 過去其實英國的女大兵 大部分給人家說 你是瓷娃娃 就是那種擺得好看的 可是這樣講 跟前面你剛剛講的 一女大兵是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英國現在有7000名女兵 但是問題是 他們大部分體能訓練都不佳 你知道 他們連最基本的 比如說他們要負重25公斤 然後走13公里 然後在兩個小時內完成 他們都完成不了 這些東西都不能完成 那到了戰場上面怎麼辦 你知道他們完成的比例 竟然只有4.5%而已 你這比例未免太低 最希望要50%以上 所以這非常糟糕 然後更不要說 特種部隊的訓練 他們幾乎全部都沒有辦法通過 到目前為止 只有三個女兵曾經通過過 海軍陸戰隊的訓練 只有三個通過 對 如果散兵部隊 一個都沒有 到現在都沒有 所以英國女大兵的體能 是不是也要開始加強一下 但是問題是有的 英國女大兵 其實長得也非常非常的漂亮 比如說像Katrina這一位 她漂亮到 她可以去當代表英國 參加世界小姐選美 你知道嗎 女大兵可以參加世界小姐選美 但是她本 所以就是可能因為顏值太高 可是她的重心點 就不在那部隊訓練上 你不要看 人家在伊拉克戰爭的時候 也是得到英勇傑出表現 可是她現在22歲了 她現在開始 執行一個企劃什麼企劃 她就要開始幫助軍中 有這些跑者這些人 去幹什麼 相親 去找她的對象 拜託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因為她覺得很多軍人 你要知道江南女朋友很困難 因為她每天要執行很多任務 所以她們現在就是開始 她覺得執行這個任務 對她來講非常很好 任重而道遠 更重要的就是 她除了軍人之外 她說警察也可以 護士也可以 只要你穿制服的 我們全部都提供你這個協助 就幫你找到你的另一半 這我覺得也滿有趣 真的是另類思維 但是問題是英國女兵 為什麼一般被認為戰力不佳 比如說之前就有個女兵 公布一段影片 那個影片你看她剛到那軍 居然所有的男士兵 全部對她露出臀部 然後就這樣子故意去 對她做這種性騷擾的這種 歡迎方式 對 甚至還玩那種暧昧遊戲 直接就壓在她身上這樣子 所以種種這種亂七八糟的行為 也讓女兵在英國軍隊中的日子 非常的不好過 部隊裡面精良的訓練 如果遇到戰爭的時候 你才能夠戰場的存活率 變得比較高 但說到戰爭你就會想到 當年陳吉思汗的犧牲 一路打 打到了歐洲去 但有一個地方的人說 就是因為陳吉思汗這樣的犧牲 讓他們那個地方能夠崛起 這個地方就是俄羅斯 很多人想到俄羅斯 都想到普丁 現在覺得自己好棒棒 可是你知道嗎 俄羅斯的崛起 居然是跟陳吉思汗有關係 我連不上 為什麼會跟陳吉思汗有關係 完全沒有辦法理解對不對 沒有辦法理解 我告訴你這個人 是一個很有名的史學家 他在這個叫做哈爾達王 在一本陳吉思汗的著作裡面 就提到了這件事情 事實上他講說陳吉汗 蒙古當年第一次犧牲的時候 你知道他犧牲的時候 征服了很多的地方 可是不可能陳吉思汗 自己一個人去管理 打了那麼遠距離 沒有辦法有那麼多人力管 所以他最好的方式 他就分給他的四個兒子 分別去管 其中有一個他的長子 竹翅的人 他就建立了就被分封在 所謂的清查的這個地方 後來在二次犧牲的時候 逐次的兒子叫拔都 就建立了清查 我們講說清查漢國 也就是我們後來有一個名稱 叫做金藏漢國 這個其實就跟俄羅斯 是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事實上你知道嗎 當時其實如果從 整體的歷史來看 清查漢國那個時候 金藏漢國只是他那個小小的 一個講實話 蒙古那麼大一個 面積太大了 統治的地方 只是中間一個小小的省 甚至對於我們剛剛講拔都來說 那也是他分封道了 那麼多的地方裡面 一個小小的一塊 從這樣子 就統治了將近三個世紀 200多年 很多人就發現到說 他當時其實 你也講說一個帝國的建立 或者是什麼 講到蒙古 很多人就講到第一個法典 什麼法典 叫做大雜薩 事實上也被稱之為 叫做陳吉思汗法典 你知道嗎 很多人就發現到說 你如果真的去研究 陳吉思汗法典的時候 會發現他是第一步 在全世界裡面 被最為廣為運用的法典 那本法典居然是 全世界最廣為運用的 第一本 第一本 而且是第一本 重點是說 你剛剛你可以提出你的想法 你可以提出很多你的見解 但重點要能不能使用 1206年的時候 這部法典被提出來之後 我告訴你 事實上包含蒙古自己 還有包含到他後來 所征服的這些領地 因為蒙古軍到了任何一個地方之後 就開始推行這個陳吉思汗法典 包含從你想得到的 十一住行娛樂 士農工商 包含到軍隊 全部通通在這個法典裡面 通通都被規範起來 你知道嗎 後來就有人 就有一個說法講說 這個陳吉思汗的法典 很有可能具有法力 陳吉思汗中心會有法力 因為他們這些人 拿著這個法典 然後到處去征戰 而且戰無不勝 攻無不克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這個法典 難不能真的是有這種神奇的力量 保佑他們蒙古軍 能夠這樣子 所以據說其實原先的時候 他這個陳吉思汗法典 只有蒙古中王 他們才可以保存 沒有再流傳到外人的 開什麼玩笑 有法力的東西 怎麼可以被你們給拿走 可是據說其實有一度外流過 埃及有個貴族 你知道 他那時候據說 他很熟讀這個陳吉思汗法典 一度還想要在埃及那個地方 要推行這個法典出來 推行陳吉思汗法典 對 所以你就會發現到說 這個法典好像真的是 是很厲害的一個樣子 他們這些蒙古帝王 其實很多人 他學問非常好 上知天文你知道嗎 蒙古帝王會學問好 對 而且你知道 他不是只有自己學問好 我還以為只有徵戰沙場上面 不是 他們甚至還有自己的幕僚團 這個幕僚團裡面 包含了各個宗教 甚至他也不會只講說 我只用蒙古人 來教授我們的這個部分 完全沒有 所以他們融刮了很多的人才 來幫他去治理 還有跟這些想法 所以在蒙古那個時候 也做了一件事情 他的比照過去的方法 他叫做分風而治 也就是說我把這個領地 通通都分出去之後 你們就在這個法典之下 你當然作為大公 你就可以去管理你的國家 你可以用你的方式來管理 用這個方式 他就慢慢的去扶植了 扶植了俄羅斯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莫斯科 當時稱之為叫莫斯科帝國 所以也就是說這樣子而起來的 他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我告訴你 他其實是有一個目的 我大力的扶持你對不對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 就服從我就好 你不要沒事在裡面 搞這些事情 所以當作是蒙古的凡屬國就對了 對 所以蒙古帝國 那個時候他也要求 就是講說 你下面這分風的領地 你不能為了要大家爭取 來互相打仗 結果在1328年的時候 蒙古大漢就授權 給伊凡伊士說 好 那你就當這個大公好了 就這樣把這個帝國給建立起來 但問題是你知道 他這一建立起來之後 有人講蒙古人是達達人 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大家就覺得說 你也只是我們領地去 其實還是有一些支撈的事件 但後來正式分風給他的時候 這個支撈事件就沒有了 將近40年的時間建立起他的 整個的商業模式 所以從這個一概脈絡下來 普丁你說你現在好棒棒 當年早些年你的祖先們 還是在蒙古帝國的關照之下的 原來在歷史的發展當中 有這樣的一個環節的存在 使得後面這些國家 才能夠這樣的興起 可是我們說到秦始皇 秦始皇都喜歡要找藏身不老藥 真有歧視嗎 還是只是個傳言 現在有個東西出土了 可以證實一切了 秦始皇派了很多人去找 藏身不老藥 最近在湖南出土了一批 秦朝當時的竹檢 這個檢上面的文字 一看之後發現 寫了些什麼 找到秦始皇在找仙丹的證據 真的是在找仙丹 因為竹檢上面是 曾給秦始皇說明找尋的情況 上面有一段文字寫的 非常好玩的寫的 都鄉成首物良藥芳草 狼爺縣困入五辛藥 說什麼 說的是在都鄉這個地方 真的找遍了 找不到朝廷藥的糧草芳草 可是在就是南陽 山東南陽這個地方 獻上了昆仑生產的五辛藥 表示說在昆仑那邊 找到了五辛藥 這是非常珍貴的藥草 好 其實這代表什麼 代表秦始皇其實他 統一天下之後 他真的很想要藏身不老 想要繼續保有他的權力 可是人終究難免會一死 可是秦始皇死之前 其實都有一些徵兆 包括什麼 包括其實有一次 因為他派很多人到處去找 很多的一些東西 結果有一個方式 叫盧森 他從海外帶換一個圖鑑 這圖上面竟然寫什麼 寫什麼 寫什麼 王秦者狐野 秦始皇一看到大驚 為什麼 那當然 因為有人要危害我的秦朝 而且這胡志他想知道 一定是講北方的匈奴 馬上派大將軍蒙田率兵 直接打匈奴 去征戰 征戰 結果好 蒙田打匈奴 結果是打錯了 為什麼 因為其實後來還知道 原來王秦者狐野這個狐字 狐是誰 不是講匈奴 不是講匈奴 講的是他的18個 第18子二世王就是胡亥 因為秦朝後來 在胡亥當時繼位之後滅亡了 所以說大家說第一個應驗 就是王秦者狐野 另外第二個更神奇 是因為他當時有一個死者 在陝西的時候 就要出巡的時候 被一個莫名其妙一個路人攔住 攔住之後 拿一塊玉給他 而且還跟他說 明年祖龍死 這句話聽到之後大驚 為什麼 大逆不道 難不成就是說 他自己會死 對 居然是說 詛咒皇帝會死 但正想要叫 未必把那個人抓下來的時候 結果這個人 當場就消失掉了 他一看到之後 不見了 不見了 難道這是什麼奇怪的事 他就拿這塊玉 趕緊跑回去 敬見情死 跟他說在陝西 遇到一個很奇怪的人 拿了這塊玉給他 而且還說了一句話說 明年祖龍死 講完之後人消失 秦始皇一看到玉之後 大吃一驚 嚇一大跳 為什麼 因為他看到這塊玉 這塊玉 居然是八年前 他自己出巡的時候 要渡江 不小心把自己身上這個玉配 這塊玉掉到水裡面 原來本來那塊玉配是 秦始皇的 那一塊是秦始皇之前的配玉 結果他看到之後 覺得非常非常不激 而且講了明年祖龍死 他不是講過秦始皇嗎 然後就是龍又講是真龍天子 他認為自己是真龍天子 自己是秦始皇 所以他就趕快叫那個 就是占卜十八占卜 占卜完之後 剛剛說這個你要趕快 避免這個凶兆 皇帝趕快要出巡 於是他就步上 他第五次出巡的路 出巡的時候 就把胡塊帶身邊 開始去出巡 這出巡非常遠 結果因為出巡太累了 原來秦始皇身體很好 結果慢慢的身體生病 生病就重病 真的出巡了 真的出巡了 他寫了遺書 叫他的大王子扶書 把他葬在咸陽 用扶書來阻殺他的喪禮 結果他還沒有安排好 一切事情的時候 他就死在半路 當時趙高跟李斯 決定要扶持胡亥上位 所以就假傳 秦始皇旨意 是要傳位給胡亥 結果逼死扶書 結果好 胡亥上來之後 他說小皇帝可能 比較不會讓秦始皇 那麼殘暴對不對 立剛錯了 胡亥比秦始皇更殘暴 一上來之後他認為說這些 還有總共有23個兄弟 10個姊妹 他認為這些人 都會危及他的皇位 所以就派糟糕 蒐集他們一些 不管什麼小罪大罪 全部抓來 通通推到蔡市口全部斬首 全殺光 對 找不到罪名的 有三個找不到罪名的 就把他們關在宮中 派死者直接殺掉 根本沒有罪名就直接殺了 然後另外只有一個公子高 獲得善忠 這公子高怎麼獲得善忠 還被賞賜 因為他自己覺得自己 活下來無望了 自己寫封信跟胡亥說 他自願去立山 他要殉葬父皇 皇帝大喜賞他10萬兩億 讓善忠 給他一個好的一個後事 結果這是他最好的一個 這是一個最好的一個 兄弟死法 最讓他覺得說 這個真的是太光榮了 可是胡亥他最後還是 在他出巡的時候 還是被罵告害死 我們看到在歷史的變化當中 有些東西的歷史遺物 挖出來之後可以證實一切 但是說實在話 每個朝代的新跟衰 其實都有一些原因的存在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冬天 天氣冷 這個高緯度地區 連湖面上都已經結冰成一片了 但是有人在上面挖洞 你會不會擔心一件事情 挖了那麼多洞 到時候會不會整個塌掉 其實在北方 如果是寒冷的時候 真的很多湖面結冰到 人車都可以在上面走 但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看到有人在這個地方 但你有沒有發現到怪怪了 下面好像棋盤 一個點 一個點 一個點的 我知道 裝置藝術 裝置藝術 你真聰明 一眼就看出來 錯了 不是 你現在仔細看 我們再把鏡頭給拉近 給大家看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事實上這一個點 一個點的 那是挖出來的洞 為什麼要挖洞 為什麼這麼多洞 而且你看挖得這麼密 難道這些人不怕湖面裂開 就這麼釣進去嗎 洞挖大一點可以跳下去游泳 洞那麼小 連人都鑽不進去 我告訴你 事實上他們要幹嘛 他們要做什麼 他們要體驗萬人鑿冰釣魚 除了鑿冰釣魚之外 其實寒冷的時候 你像畫面上這個 像有些路面結冰到什麼程度 這個是蘇格蘭的一個清潔工 他不斷要把垃圾桶有沒有 推上垃圾車 不就推過去就好了嗎 但你現在看到他腳都痠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車剛好停的地方 有一點斜坡 所以他不斷 你現在看 他剛剛第一次嘗試是失敗的 他現在第二次要想辦法 把這個垃圾桶往前面推 我問你 他為什麼腳一直在滑 因為他站不住 下面怎麼會是 下面結冰了 這個畫面上有台車 你看後面有一個人在 下車 不是 他下車 他想上車 想上車 你看後面中那個年紀比較大的 那個男子是他爸爸 你知道嗎 後面那是他女兒 女兒照理說應該 比爸爸體力好 爸爸可能鞋子還不錯 還站得住 但女兒問題是怎麼站 都站不住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就講 其實在什麼南極或這些地方 說是冰天雪地之下 你現在看到這個是湖面著洞 但是要是天然的冰縫或什麼 我告訴你 你這樣遇到真會出事 在大陸事實上 你也知道很多國家 在這個南極都有這個科考隊 這些科考隊 其實有一個叫做寇天宇的人 他之前就參加了這個 南極的科考隊 有一天他就跟他的同事 一個叫小王的 兩個人就說 那我們去觀測 去測一下我們放的那個 GPS的定位的機器 你知道這些機器 基本上你把它放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但因為冰川會移動 所以你這一次放在這個地方 雖然他會發爆出來 但是問題是 你還是必須要去確認他的位置 他那一天這個寇天宇 他就跟著這個小王兩個人 小王在前面 因為拿著那個GPS定位的機器 這個寇天宇 就在後方跟著你知道 他就說我看著前方那個小王 那個腳踩下去是OK的 我都順著他的足跡走 因為怕出事 我跟你講就這樣出了錯 怎麼說 他說小王走過去的時候 一切都OK 他說我一踩的時候完了我天 怎麼了 那突然感覺上第一滑 他整個人開始往後勤 整個就是往下摔 摔到下面去了 你知道南極冰峰是這樣 你看的時候其實看不太到 因為上面可能會有雪 或什麼重新再把它給蓋住 結果他想說完蛋的摔下去的時候 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墜落多久的時間 連深度自己都搞不清楚 你想想看那麼冷的地方 他說還好是什麼你知道 他就要啪一聲 有一個東西擋住他的下墜的速度 是一個小小的冰的平台 他說他一停下來之後 第一個想法 趕快先往內一直挪挪 想辦法做穩一點 因為他怕到時候再掉下去 因為他也不知道那平台 會不會再列你知道嗎 小王發現他掉下去之後 一直叫他 一直叫他 他隱隱約約只聽得到一點 因為裡面實在太寒冷了 只聽到一個聲音 叫他打電話 打電話 為什麼 衛星電話在他身上 可以一定會 他那時候拚命打 第一次打不通 第二次打不通 你知道他整個迷迷糊糊當中 又聽到小王叫你趕快打電話 他好不容易第三次撥電話 撥通了之後 我跟你講 人也聽不清楚他講什麼東西 只是講說我掉下去了 在裡面的人只聽到他掉下去 後來用GPS趕快定位 你知道用直升機來 然後把他去救出來 你知道那時候救他的時候 他說他其實他們統計說 他掉下去在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可是他全身幾乎都凍傷 你有沒有想過 在下面那麼漂亮的 最美的藍兵當中 可是那個地方 卻讓你一步一步步向死亡 你以為很漂亮 你真摔下去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他那時候全身受傷 你知道嗎 他說他後來直到做夢的時候 都會夢到自己 在一個很寒冷的地方 一直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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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有時候還做夢 他一直往下墜 而且生不見底 你知道 那問題就來了 你知道嗎 一般人受過這種創傷之後 通常都不會再去科考隊 嚇都嚇死了 他居然老兄又報名了 很有參加 但是這一段經歷 他根本不敢跟他家人說 你講了之後你還回得去嗎 所以我們就講說 有時候去登山或什麼的對不對 登山應該帶個這個 登山背包 沒有問題 正常 這個禮拜我們約了大家 去登山 我告訴你 這個背包是很重要的 一個裝備對不對 對 沒錯 我告訴你 我下一個裝備 要帶著這個 你不會吧 我問你去爬個山 你帶個梯子幹什麼 這梯子就是要帶著 而且你一定要把它帶在身上 可是我問你 帶著這梯子走很難走 不是難走的問題 我告訴你這個梯子 可以救你的命 梯子怎麼可以救我的命 我告訴你 事實上你如果到西馬拉雅山 這個地方去的時候 你難怪說去西馬拉雅山 扛這個梯子 你千萬不要小看 這個還真有點 10公斤吧 還有點重量 8到10公斤重量 對 而且重點是 你會看這個梯子該怎麼辦 我告訴你 那我爬山的時候 我用這個去爬 當然不是 這個東西 在你真正危急的時候 真的 我跟你講你就要靠他了 他可以救命 他就能夠救命 他就能夠救命 這個梯子可以救什麼命 是好 畫面上我直接給你看 實際上我們一般登山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說 你都正常走路 那個人還有什麼問題 但問題是我們剛剛講 在西馬拉雅山裡面 其實也有很多這個 所謂山峰 你看外面上面所看到有沒有 有 你有沒有看到 真的有梯子出現 你如果一不小心掉下去的 先講你如果要過 這個山峰你能跳嗎 我不敢跳 你敢跳嗎 太恐怖 你就算你踩到邊 你也不知道會不會垮下去 所以他就用梯子的方式 先把它架成一個 我們講天梯應該不會過 就架成一個梯子 讓你這樣爬過去 但你如果要爬乾 你真以為像電影一樣 你徒手就要敲…就爬上去 那個梯子這時候也可以幫助你 爬這梯子用途這麼多 最重要是你如果真的不小心 掉到下面去的時候 這個梯子也可以幫助救難隊員 把你給拉雅上來 所以你看 如果你下次去爬西馬拉雅山的時候 你要不要帶這個梯子 當然要 看到這樣的梯子 你有沒有注意到 原來爬了高山 崇山峻嶺當中 有了一個梯子 居然還可以救你的命 但是我們說太危險的山 還是別去好了 那去武台山 武台山總是比較好一點 但是武台山上看到了 五彩的雲朵 這又代表了什麼含義 武台山最近被 大陸的民眾拍到了一個 這這稱奇的一個影像 就是在武台山上面 竟然出現一個五彩的雲朵 而且這個五彩的雲朵 本來是一團雲 後來斷成幾片之後 最後再融合成一朵 像圓柱撞了一個雲 而且是五種顏色 都有這樣的五彩繽紛 有人就傳聞說 當地的民眾說 以前武台山有這個高升元旗之後 武台山的上方 這個古著名的佛煞古世上方 會怎麼樣 他就會出現這樣一個五彩運動 但是要講到武台山的一個傳聞 可不斷了 武台山可以說是在 大陸他的一個山西省的東北方 也就是新洲市武台縣的那個地方 其實武台山 是大陸四大佛教明山之首 也是全世界五大佛教聖地之一 武台山上面 他就是那個平台非常的廣闊 所以像一個大平台一樣 像一個武台山得名 其實武台山還跟一個 以前大陸的高層有關 你知道嗎 就是林彪 林彪 這個地方跟林彪有關 對 林彪在1971年 9月13號 不是墜毀在內蒙古 他那個地方嗎 對 但是也有人傳聞說 報應 為什麼講到報應 為什麼是報應 說兩年在他叛逃 他醉雞之前 1969年 他竟然下令 找人去把武台山兩座寺院 給炸毀 他居然去炸寺院 對 武台山你知道供奉的主要 是什麼樣的一個 佛教的菩薩嗎 主要他就是那個 佛教的四大菩薩之一的 文殊菩薩 當時林彪 他派著他的一個姓馬的參謀長 帶著幾個副軍長 然後還有一些副師長 就直接到了這個 山西新中式武台縣那周圍 去探看一些地形 然後結果探看了周圍的 很多的地形之後 來到了武台山的寺院附近 看到了金剛庫跟武郎廟 這兩個其實都是歷史的古叉古蹟 結果他們看到的那個武郎廟 跟金剛庫那個附近的這個地形 還有這個山形 還有這個風水環境 大肆喜歡 覺得這個是林彪應該是 很欣賞的這個地方 對 結果當時還有一個 武台宗教事務委員會的副主任 王伯祥陪同 一起去踏看這個地形 結果他們看完了之後就說 三天之內這個在金剛庫五郎廟 本來是武台山附屬這個寺院 周圍的這些生女 百姓 建築物 文物全部清空 三天之內 他們看完這三天之內就要清空 為什麼三天之內要清空 當時王伯祥就反對 他說這是著名的歷史文物古蹟 你不能說清空就清空 你是不是給一些拆遷的旗線 不行 說清空就清空 你如果不清空三天之後 就是砲兵的工兵跟砲兵就進來 你直接砲兵直接打掉了嗎 就這樣一位平地 結果他們還真的說到做到 他們真的沒有辦法 在三天之內 把所有的文物 什麼一些東西要清空 只能把人給撤走了 三天後 這個馬參謀長 就下令那些解放軍的 當時的工兵跟砲兵部隊就直接 砲兵就直接開砲了 把這個武郎廟跟這個 還有那個金剛 金剛庫直接直接摧毀了 然後工兵再去收拾殘局 當摧毀之後那個煙城煞時間 全部湧到了天空 出現了一個你看到沒有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有人後來當時有記者 想要拍攝紀錄下來 那一段的照片 這個照片現在還供奉在五台山 他的一個大顯通式 用金箔包裹的這樣的一個 銀店 金店 聖店當中 這個是什麼圖形 這個就是文書菩薩 這是文書菩薩 記者拍到這個照片之後 現在保存下來檔案 很多人都還說 這個就是文書菩薩顯靈 你們不要下令把這個 他五台山的附屬兩座寺院 這個炸毀之後 顯靈了之後就變這樣 到現在你去舞台上面看 蓋了之後 旁邊有一個廣際茅棚的 旁邊的一個茅棚山莊 就是林彪當時的別墅 他叫仿希德勒狼窟 可是你看到 後來被文書菩薩國是懲罰 所以才有人說是報應 沒想到有些鬆細 真的千萬不要去亂動 可是我們說到 在墨西哥城這個地方 墨西哥常常有一些 怪異的事件出現 最近又出現了 天空當中出現了大白球 有人說有福真的降臨在墨西哥城 大家其實抬頭看天空 這個藍藍的晴空當中 竟然出現白色的這個白球 很奇怪 而且仔細看來 我們畫面播給大家看 仔細看的話 有人仔細一顆一顆發現 你乍看之下以為是一顆 結果其實仔細數 你有沒有看到 好多人跟著在看 是 你看大白天的光天畫質下 這麼多人在看 而且還有人說 你看看起來像一坨對不對 對 可是仔細看他們竟然說 好像有五球的樣子 這麼多球 對 而且其實還有人 在那邊看 因為覺得很好玩就一直看 看了20分鐘都還沒走 應該不會是眼花吧 飛機也不可能在那邊 是 怎麼會在那邊停滯那麼久 那是哪一種航空的科技 所以大家都覺得很好奇 而且其實這個發生在什麼時候 就發生在10天前而已 就12月中的時候 然後大家就開始很好奇 當然天空上出現奇怪的東西 你看起來又有一點 好像是個實體 又好像很飄渺的感覺 搞不好聽說它是什麼東西 但是大家就想說 這有沒有可能跟聖誕節有關係 怎麼可能 是不是會這樣子 換想也不對 聖誕老公公他送禮物或幹嘛 應該是晚上才對 是 怎麼會這樣子 而且我們說這是12月15號 聖誕節應該是24 就是聖誕夜25 對 怎麼會這樣 可是我們剛剛講到這個白球 不管是外星人還是聖誕老公公 我們都沒有看到外星人 你只看到東西飄在天空而已 接下來就有拍到了 接下來拍到什麼東西 沒想到這個竟然都拍得到 我們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但是大家說什麼 你看 這是在一個樹林之後 不是在天上 在地上 而且你有沒有看見 他說 是不是Allian Gray 就是那種灰色小黑人 你說那個地方有個人 對 大家仔細看 還在動 你看 很怪對不對 對 在樹的後方 有整個發出藍色光芒的物體 然後接下來的話 有灰色的人的形體在那邊移動 而且大家仔細看 我覺得比剛剛那幾個光點 還更清楚一些 而且這個東西看起來更詭異 對 沒有錯 你知道嗎 我們剛剛就看到 而且他剛剛的字幕也很好奇 是不是這個小灰人 灰色外星人 你知道嗎 有人眼睛更厲害 他竟然說 看起來是個灰色的人 可是他身上卻是穿了 很像是這種橘色的西裝的太空衣 很怪 而且其實我們剛剛跟大家 來我們開窗外給大家看 這一次的話是很明顯 而且其實還有這個動畫影片 你看那個畫面很清楚 之前你看旁邊那個 就是有點像 我們把它對照起來發現 這是不是同一種外星人 還滿像的 首先二族步行 看起來有手有腳 有四肢有頭有身體 跟我們還滿像的 然後接下來的話 身體有沒有衣服 不大清楚 就算有的話也很貼身 很有科技感 我們就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當然也有人說 拜託 一看就是人 那如果是人 為什麼會這個在漆黑的 這個黑夜當中 在樹林後面 然後透著藍光 可是比例長度 我覺得手長腳長 跟我們習慣的也不一樣 對不對 手長每個人都急西 甚至過西的樣子 另外你知道嗎 有人講出來 聽起來滿掃興的 怎麼說 他說只是一群人在露營 露營的時候燈光打出來 他們在移動 就像皮影 就像皮影系一樣 對不對 所以你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可是好了 我們說外星人 我們講我們自己好了 我們說別人是外星人 別人會不會覺得 我們是外星人 外星人看我們當然是外星人 好 那問題 我們真的是地球本地人嗎 大家覺得我們地球人 或者是植物 動物 你家的狗貓 還有山川地貓 這是哪來的 都是來自地球對不對 只有立剛 不是 沒想到最近有新的 他們竟然在英國皇家天文的 這個期刊上面 竟然有 發表什麼論文 他們好幾個教授 他們用超級電腦去計算 他們竟然說 立剛 我們的身體有一半以上 都不是來自地球的 真的假的 我們就是外星人 再不然就混種人 那你不是來自哪裡 電影那個普羅蜜秀斯一樣 是 從外星來的 真的還滿像的 而且他說我們整個地球 當然不是只有我們人 也不是只有生物 包含所有的物體 一半以上竟然是來自太陽系外 甚至是銀河系外 他說是很遙遠的彼岸 幾百萬光年外 有那種超新星的爆炸 還是什麼事件 然後這個爆炸就把這些例子 像風一般的吹向各個角落 然後慢慢的凝集 然後形成我們 所以大家才會想說 我們一直仰望天空 看外星人 其實我們身上超過一半 都不是來自地球 看著生命的起源究竟為何 人類一直想要探索 但是現在目前科技有限 看來探索的距離還真的遙遠 休息一下 來告訴我們 許多事情看似平靜 但是危機常常就出現在一瞬間 帶家裡的狗出去玩的時候 真的要小心 後面上看到你看就在水邊玩 這個需要小心嗎 應該還滿OK 狗狗會有狗爬式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你看就慢慢下去了 這影片PO起來的話 應該很多人看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 你永遠都不知道 那個小小的水潭 到底 搞什麼東西 到底有什麼東西 誰有看見 我們一邊在講的時候 鱷魚已經慢慢潛伏 靠近了 來 我們再播一次給大家看 誰看得出來 結果沒想到那個 影片就沒了 我看狗這個 大概是凶多吉祥 狗就被吃掉了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狗它不是一般的 這個嗅覺跟聽覺 都比我們還要敏銳嗎 它甚至可以感受到一些 這個些微的變化 你看這隻狗好好的 就突然 怎麼嚇就會種出去 大家是怎樣 結果你知道嗎 到底怎麼回事 結果沒想到 你看 他是先聽到還是嗅到 還是感覺到地震 你看 接下來的話 天涯地洞連燈光都沒 所以這個狗到底怎麼回事 你看 如果你這麼厲害 你剛剛怎麼那麼衰 鱷魚靠近 你怎麼都沒發現 不過其實說鱷魚 這樣摸上來的技術 還真厲害 來 接下來我們看 這一群動物的話你看 這圖鷹這樣在地上 很奇怪 牠不知道是在玩水 還是在洗澡 你看還不少吃 旁邊有一隻好像是灌的 這樣滿大隻的 結果接下來的話 奇怪的事情就發生了 牠是禿鷹 禿鷹 又沒了 禿鷹牠也吃了 誰有沒有看見 禿鷹居然鱷魚也吃了 羽毛都不用拔一下了 是不是 直接就這樣拖走了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老鷹起飛的速度是非常快 沒講到鱷魚的速度比牠更快 說實實那實快 一下就走了 好 我們說快的話有什麼 飛越的羚羊 夠快了吧 對不對 來 我們看 羚羊偶爾口也是會渴了 要喝一下水嗎 你看山上很多鳥 順便幫牠抓小蟲 畫面看起來也滿OK 可是你知道嗎 喝水喝水 我們就擔心牠這樣喝水 會不會喝到寄生蟲 問題是牠不需要擔心 寄生蟲這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有更大的東西會上來 一口就把它拖走了 大家知道是怎麼回事嗎 結果沒想到水裡面 突然也會 大嘴巴又跑出來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羚羊跳下去 跳走了 你看我問你 如果你喝水突然這樣 你怕到你敢不敢來喝水 我不敢不敢來喝水了 繼續來喝 什麼 還繼續回來喝 你就知道牠們有多渴對不對 可是沒有水潭 只有這裡喝 是 也不是只有羚羊會這樣 還有斑馬 來 接下來看斑馬 斑馬也是一樣 我們怎麼很衰 你看在那邊游泳 結果有人追牠怎麼辦 後面有鱷魚追牠 趕快上岸 因為在水裡面動得比較慢 上岸上岸 好險 然後就逃過二口了 應該就沒有問題對不對 那沒事了 從此的話應該是這個 這個痞疾太來 應該沒有問題 對 你看 結果誰看得出來怎麼了 等一下 為什麼上岸 這個鱷魚真 這隻斑馬真是倒楣對不對 進退尾骨 因為剛剛有鱷魚 這邊的話有獅子 前後後有獅子 沒辦法 你要怎麼辦 結果這個獅子一咬 斑馬也就沒了 這個真的是自然界當中 兇險萬分 看到那自然界當中 危機四伏 特別要小心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你覺得我們的頭頂 能做什麼樣的功能 其實功能可多了 厲害 想想看 如果一台摩托車 大概上百公斤 把它頂在頭上 我看一半頂不起來對不對 結果這個穿著黃色衣服的 越南女孩子 這是女生 對 他還可以把它頂在頭上 當髮枯之外 他不會掉下來 他還可以順便表演 載歌 載舞 它轉圈圈 怎麼這麼強 真的是非常厲害 他這個表演 博登滿堂才 他是一個職業表演者 大家不要學 所以一般人不能亂頂 真的不能學 因為這脖子這個頸椎 真的是有練過的 另外這個越南的送貨員 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 真的太猛了吧 他要送地毯 可是摩托車實在太小了 每次他把地毯全部捲在一起之後 就趴在 對 他趴在整個摩托車最後面 兩腳騰空 然後他居然就這樣子 送他地毯可以穿街過巷 他可以騎 還可以穿街過巷 還可以轉彎 然後順利的把貨撕